第1105集 而今,地球上再无修士,点击无数,但却只有隐文 不见具体修行之法,像是生生被人斩灭了关键性的部分 《道德经》被道家奉为经典,然而却真的寻不出关于修炼的一林伴爪 陶冶心境倒是可以,想以此修行根本不可能 相传,《道德经》共有两部 一部正是眼前所见,流传于是,给凡人看 另一部,不显化世间 仅在老子西出寒谷关时,依稀得欲一见 走了,叶凡明白 《道德经》另一部讲的才是修行之法 那有炼器吐纳之门,更有仪器化三清这种无上秘术 八经宫,转刻满了名文,外面为《道德经》上部,那里会否有下部呢? 也就是,一气化三清这些秘术呢? 叶凡说出这个想法后,其他几人全都神痴异动 那种法门实在是惊艳引人,所有人都想得到 那不是战力提升几倍的问题 而是画出几个真实的自己来 无论是私感,还是肉身法力等 多了几个自己,这是极其吓人的 八经宫轻缠 紫气汹涌 想要进去果然很麻烦 有玄妙莫测的真文守护,根本不是蛮力所能破解的 果然需要天使 要等到月圆之夜 凝聚诸天星斗之力开启 太清圣镜已经被打开 明月高挂 银灰倾泻而下 招摇在这里 一片洁白与素洁非常神圣 当紫气征腾时 如一片迷幻的霞光在缭绕 让八经宫更加的神圣 庄严了 让人欲膜拜 此地的原主人到底什么来头 这种气息好神秘于射人 是一个自然无为的人 那种心性 当云淡风轻才对 却有这样涉人的道计 他的修为得有多么强人 几人凌然 想到其坐骑在两千年前都是大成神王 当时全都不语了 月光照落 洒向了八经宫 满天星斗之力涌来 垂落而下 让紫雀发生一阵奇异的声响 他们按照从蛇精那里得来的信息 然后又结合自己的理解 慢慢破开了八经宫 并没有什么危险发生 几人步入当中 顿时有阴韵绕体 如木掀起浑身舒态 这是一座宝雀 在这里修行比其他各地要快上数倍 怪不得小德子越来越变态 在这种宝地修行想不强大都难 紫雀内空空荡荡 除了一个石台外 什么也没有 很是寂静 虽然仙尘不染 但却像好久没有人出入过了 李天在石台前摸索 这竟然是一个石纸书柜 打开后 他差点惊叫起来 里面有一部经书 上面刻有道德经三个字 发了 犁牛老头的无上经文 内韵仪器化三清等各种秘书 一定是所谓的道德经正文 几人文声全部都凑上进前 都有些激动 如果得到这部宝经 无论怎样都值了 这是一本石经 很厚重 已有历史的沧桑 透过表面的三字道德经 竟传递有一幅画面 一个老者骑牛西行 紫气浩荡三万里 穿过一个叫寒谷关的地方 而后凝聚成一部经书 是他 应该就是能修行的下半部 他们迫不及待 快速的翻动诗书 纸张很硬很厚 几人都很激动 然而打开后发现 上面没有一个字 无字天书 然后再看一看 一天得那个王八蛋都能学到 我没有道理参舞不透 他翻过来调过去 一直看到最后 也没有琢磨出个所以然来 气得压根都痒痒 也一息提醒 你拿反了 应该调个个过来 李天嘴硬 我倒想着参悟啊 别费事了 你看这是什么 叶凡指向书柜下方 那里有一些精细的石血 似是被人碾摸下来的 他奶奶的 李天再也不能硬撑下去了 直接将书扔在了地上 一清五将石书捡了起来 如水葱一样的鲜鲜玉脂 在上面轻轻摸缩 点点晶莹的光芒绽放 广含不天绝 叶一息说道 他明白 对方是想以一种秘术 尝试修复此书 然而 最终一清五一声轻叹 无奈地放下了石经 尹天德做得很彻底 此书根本不能复原了 真是遗憾 老子的经文 不能一堵风采 叶凡轻叹 这是与他来自一个地方的古人 可惜却不能观其道言 实在是一种大汉 随后呢 他们仔细探索 又发现了一本炼丹经文 依然如此 被抹掉了字迹 不能有所得 小德子真够彻底的 等将来那天逮住他 让他将半夜神灵古今 还有道德经一起交出来 当然 他也只能这样说说 人家已经是一个王者了 将来注定 是他要绕着走 老子能够来到这个世界 多半走了星空古路 他们希望能够从这里 发现线索 仔细探索 经历道德经一次沮丧后 他们心中无敌了 怕即便有古路 也被毁掉了 果真是没有啊 叶凡无比失望 寻了大半天 不仅将八井宫翻遍了 都差点将太清圣境 给挖穿 一无所获 历天也诅咒 小德子 这个王八蛋太毒了 有什么东西 自己得到后就要抹除 连路都让他给断了吗 叶凡仰望星空 难道要老死 在这个世界不成吗 不仅未能回到故乡 还与原来的故人生离死别 此时北斗星域 是一片燃血的天空 连猴子都身负重伤了 李黑水亦是败走大荒种 伤势难遇 难遇 姬浩月浑身燃血 背负着一个差点成为一堆血泥的人 回到族中将其放了下来 李黑水无比的虚弱 我还活着 但不会长久了 野蛮人 吴中天柳寇他们到底怎样了 是否还在世间 姬浩月只吐出这样几个字 我不知道 李小曼 还有另外那个女人 这么可怕 李黑水吐了一口血 瘫软在血污中 紫微谷星域 太清盛景内 叶烦正正出神 回去的路在何方呢 我仍遇到准备举教大迁徙 但是 想走却无路可寻 真是急死我了 立天走来走去 一叫两个人跑路 他也好意思说举教 让人都没有脾气搭理他 叶烦盯着八井弓 一动不动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目的他站了起来 大步的向前走去 他用力 举起整片紫雀 将其搬离了地面 短时 有一股磅礴气息流动 立天惊叹 叶兄 你可真是神力啊 这座宫雀 光那种气机就压的人 心惊胆颤 每一缕紫气 都重若万钧 想要将其搬起来 几乎不可能 然而 叶烦浑身金色血气沸腾后 却把他举过了头顶 就在这时 地上出现五色神光 连续闪动 非常的神秘 这是 一个小型的五色祭坛 眼依稀 大吃了一惊 第11006集 在八景宫下 有一个方圆不过一丈的小祭台 从原来的暗淡状态下 明亮了起来 流动五色光彩 构建出一个八卦门 就是他 叶烦松开手 子雀不坠 依然悬在空中 将要没入八卦门 我们可以离开了 叶烦激动 召呼几人 快速的进入八景宫内 就在这一刻 子气沸腾 八景宫 载着他们 没入了星空古路 而后瞬息消失 无边的黑暗 连天眼都不可望穿 但是 时间并不是很长 眼前光滑一闪 他们从空间通道中出来了 叶烦狐疑 不像是星空古路 与以前所见不同 丽天吃惊 这是 没有离开紫围谷星域 我们在域外 在其上空 此时 可以清晰的见到 一颗生命大星 就在他们的下方 瑰丽无比 无比的壮阔 充满了地者的气息 让人颤礼 叶烦也吃惊 此时八景宫很像绕地而行的卫星 在环绕这个生命古星飞行 那时 也以吸通孔 急肘收缩 指向前方 在这一刻 几人全部一惊 一片天宫横管在前方 与八景宫一样 绕这颗生命古星飞行 八景宫 即将要撞上前方的天宫了 几人神色凝重 为何 此地有一座天宫横在前方 里面似乎有什么神秘力量 在召唤八景宫 北斗星域 一片大荒中 磅礴 披头散发 浑身都是鲜血 一道道伤口 闪烁一种可怕的雾光 竟然难以愈合 繁星点点 月光清冷 荒野中野兽丝鸣 他仰望星空 遥望另一段 叶子 你回到故乡了吗 可曾替我照顾父母 不是我不想回去 而是我怕彻底失去希望 我们两人必须要活下来一个 你我只要活着回去一个就行 我们的父母都会有人照顾 我计划将来横堵虚空 我们分开走 会多一条路的希望 然而如今看来 我可能不行了 他开始磕血 然而没有一点鲜红 都是黑色的 且被乌光笼罩 也不知道受了怎样的伤 被一股神秘力量所侵蚀 北域 村草不生的大山中 猴子手中乌铁棍横扫千军 勇猛无双 但是他的身上依然有伤出现 一道道斗战圣血飞除 圣元族的强悍体质都挡不住 在其四周 有七八条太古生灵飞来纵去 一个个法力无边 对其出手 道痕出现 将这里变成了另一片天地 猴子冷笑 是天皇子那个白眼狼 让你们出手对付我的吧 圣皇子 这一切都只能怪你自己 西末那尊圣佛 据说寂灭了 究竟是不是老圣皇的幼帝 还不一定 而你却在此时 与神明的子嗣为敌 等若在对抗神的意志 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神个屁 不就是一个小白眼狼吗 你们杀不了我 等有一天 我会亲自去取他的手机 一棍子拍死他 猴子桀骜不逊 火眼金睛 两道光束直冲消汗 圣皇子 你太自信了 天皇子是神灵的后人 他所拥有的天赋 不要说是当事 就是古今未来也是无双 将来 必是第二个不死天皇 无人可敌 胡敌个毛 有种 让他来蹦到我眼前来 我一只手 捏死那个小白眼狼 只要他敢出现 难遇 姬浩月浑身燃血 立身在一座鼓洞前 拦住姬族的一位元老 平静地相对 浩月 而今的天下狠乱很可怕 我们多一世 不如少一世 各大古地也都是明哲保身 不想 采与到任何纷乱中去 都力求自保 家族希望 你要克制 姬家这位元老 叹道 他也不好说得太过 避免姬族未来的 继承人反感 姬浩月说道 二祖宝你放心 我知道该做什么 不会有事的 没有人知晓 而今的天下狠乱 将来会更可怕 也许有一天 我们要做的不是鼎盛 而是如何生存下去 这位元老话语低沉 白发很细疏 眼中充满了忧虑 你是神王体 有朝一日定会大成 这只是时间的问题 然而将来的局势 谁能说得定 毕竟太古万族有古王啊 唯有你有朝一日成为圣人 我族才算真的心安了 到那时虚空净在首 任他古王诸圣奇处 我族也无惧 你可力杀之 二祖宝您放心 将来我会让家族 永远屹立不朽 即便古王奇处 也不敢危及我们 其实 只要你和紫月 能顺利修行 成长起来 我们也不会过于担忧 今后少出行 让我们皆安心 鸡家的元老 勾搂着躯体转身离去 一切都安静了下来 鼓动是姬浩月的闭关之所 里面传出里黑水虚弱的声音 浩月兄 为你添麻烦了 你还是让我自生自灭去吧 以后不要再说这种话了 姬浩月进入洞中 沉声说道 你安心养伤吧 不会有事的 姬子月盘坐虚空中 身体射出一道道霞光 助其化解伤势 李黑水的伤势很可怕 不用百费力气了 我命将休矣 她的伤势 根本不能愈合 有神秘力量在破坏其升级 无法阻止 我去追阴牙看一看 说不定 野蛮人没有死活了下来 好月兄 你不要冒险了 不知生死 也许就是最好的消息了 千万不要去 我不想见到谢林林 很多年前 我见到那只狗死的画面 见到了五中天 六寇 江淮仁他们离我而去 让我生不如死 只有鲜血模糊 每次都让我从噩梦中惊醒 这真的是人世间最大的痛苦 你说的这些人 都不一定死去了 那只狗可能还活着 无需绝望 也许不久的将来 会重新出现在世上 李黑水笑得很惨烈 眼中落泪 身上有伤口迸发 鲜血渐落 我早已过了喜欢幻想的年纪 真实的世界 真的很残酷 黑水哥 你好好养伤吧 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也许 有一天叶子也会回来的 我们所有人都有重聚的一天 姬子月轻声地安慰道 紫微谷星雨 域外空间 八景宫绕地环形 注意上了前方的那片小型天宫 竟要与一座宫殿对接 相连在一起 终于紫气阴韵 霞光闪烁 八景宫与前方的一座宫穴 碰撞在一起 虽然在剧烈颤抖 但是并没有损毁什么 两者间 有一种神妙的力量在运转 这是 几个人露出异色 立身在八景宫中 没有轻举妄动 这一切看起来很神秘 八景宫 像是专为送人到此一般 在外太空所谓的尸中 对修士来说根本不是问题 几人迟一片刻 叶凡荡先向前走去 当然 两届远古圣兵都寄了出来 以防意外 八景宫的出口 正好与天宫的大殿 对接 可以顺利地迈步而入 这是一座存在 也不知道存在多少年的殿域 几人走在里面 像是穿越了历史 回到了上古年间 来到了一处神灵长眠地 立天孤懒 骑牛的那老头 还有那头青牛 该不会作画在此了吧 说点吉利话 万一那个自称牛身亡的人出来 你可吃不了兜着走 也一息低声警告 立天顿时缩了缩脖子 觉得浑身发寒 想到那头青牛 大力无双 要是捏住他 真跟捏个小鸡仔一样 那种画面 想想就让他发毛 穿过这一重殿雨 野凡 见到了一幅长卷图 一座古城出立 一个奇牛老者西行 一个中年人 恭敬相迎 紫气东来 横贯三万里 蔓延过山川大地 而后老者进入城中 流经一步 继续西行 再后来 叶凡震惊 他终于知道 西出寒谷关的真正意义 西行而去 打开寒谷关西城门 竟然直接是一片璀璨星空 这怎么会这样 那座古城建在了什么地方 为何打开城门后 就是星空 叶凡真的被惊住了 他知道画卷中迎接 叩拜老子的中年人 一定是吟喜 守在历史中的寒谷关 而今看来 当中有着太多的秘密 谷国有很多 让人沉默结舌的地域 让人无法理解 古史中 有吟喜这个人 确实跪赢过老子 而今看来 他所镇守的寒谷关 才有特别的意义 连接着星空 是谷国一处 很神秘的城池 传说中 老子西行有很多故事 可是在谷国 根本找不到那些人与地 因为太神患了 原来 一切都在星域中发生 如此真相下 所谓的老子西行的诛事 就能串联起来了 银汐镇守一座 连接星空的古城 这样一座 接近神明的重地 它怎么可能是一个凡人 也凡心中 生出无数念头 谷国的许多地方 或者说特别城池 是否都有不凡的意义 与价值呢 五色祭坛 一轻五轻乎 就在前方 有一座空旷的大殿 没有岁月的痕迹 宁静至极 诸有一座 很大的五色祭坛 规模不小 绝对可以横渡星域 叶凡 历时做出这样的判断 心绪无比激动 历天大笑着 北斗星域我来了 太古妞们颤抖吧 历天神子将要降临了 师弟 你要借交借造 依照夜兄所说 北斗星域将要万族林立 都很强大 太古族的神女 多半可以轻易就能拍死你 当我神女炉吃素的 管他神女仙子 玄女圣女通通镇压 一个也不能少 叶凡呢 登上了五色祭坛 心中很激动 这是一种希望 有了返程之路 然而任他百般试探 千般努力 这座五色祭坛 根本就没有什么反应 不闪烁五色神光 怎么会这样 叶凡心中有些不安 他生怕无法启动 然而现实很残酷 他们百般努力 都根本无用 不能催动这座古老的阵台 不能开启星空古路 这些五色晶石神能耗尽了 需要有效的补充 才能前行 叶凡也知晓这个道理 套出身上所有 也不过寻出不多的五色石而已 坐在太阳圣皇 沉湿的那颗古星获取的 将这些晶石排列在上 五色祭坛 只是闪烁出一丝神光 便又暗淡了下去 因为他所拿出的晶石 微不足道 怎么办 最终 叶凡凡几乎将身上 所有宝贝都取了出来 一个个的去世 想要启动五色祭坛 打开星空古路 这是什么生物啊 以轻武惊讶 盯着被封于神缘中的 龙手人身的太古王 这家伙的头颅跟龙一样 他身上长的那些玩意儿 会不会有一样的效果 力天怪叫 突然嗡的一声 虚空一阵颤抖 凭空出现一个漆黑的大洞 将封在神缘中的太古王 一下子吸了进去 向逃 留下龙边再走 这是让我人遇到 发扬光大的根本所在 可是呢 黑洞中有一个巨大的牵引力 将他也拉了进去 眼一吸叫了一声尸地 他伸出手 用力拉住了力天 结果 他一被牵引了进去 叶凡急忙出手 然而他也如此 如被召唤 同样被拉了进去 在这一刻 他大吃一惊 这是东荒北域的气息 无比震撼 因为他对这种气息太熟悉了 这条通道 像是连接向北斗星域 他心中充满了不解 非常的不平静 你留在这颗古星正道 前路未卜难以预料 就不要跟过来了 希望将来横渡星域时 能见到你 叶凡对一清五说道 一清五站在那里没有动 他自然不想离去 若是叶凡远离这颗古星 他也算恢复了自由身 除非他再现回来 紫薇古星域大地上 一个奇牛西行的年轻男子 在八井宫升空的刹那 就有了感应 扬天而望 发出一声愤怒的咆哮 他手持半夜神灵古惊 我会藏不透的 我会杀向那颗古星 将你们全部斩杀 紫薇古星域外 绕地而行的天宫中 五色祭坛上出现的黑洞 在慢慢的闭合 叶凡 丽天 燕依西 即将消失 他们最后望了一眼外界 一清五身段挺秀 修长婀娜 绝代自容完美无瑕 杨之玉一样的瓜子脸上 没有一丝波澜 如黑宝石一样的眼瞳 一顺不顺 眉心的一点红枝 参参生辉 有无尽神秀绽放 他就这样注视着几人远去 以原神悼念 斩去叶凡流于心中的影子 将从此一望 走上正道之路 这是他心中的正道信念 我等你来 像是看穿他心中所想 叶凡露出一嘴雪白的牙齿 灿烂一笑 一清五快速倒退 心中被斩去的烙印又浮现了 而且更加清晰 永久的刻在了他的心田 这让他先驱一阵颤抖 己身原神兽质 果然斩不断 剑还乱 虚空黑洞终于消失了 里面传出利天最后一声长啸 终于离开了 未来将不再是臭名昭著 我要做最圣洁的神子 一小姐 天下第一美人 如果叶凡不想你 我会替他偶尔想想的 好好养胎吧 如果生个 将来我回来时 可以考虑收他为徒 教他做天下第一淫贼 紫薇古兴玉的人遇到传承不能断绝 将来光复道统的大任 就交给他了 终于 虚空通道消失 三人永远的离开了这颗古星 空于神念波动 在天宫中回荡 一清五百一圣雪 绝代归利 惊艳千古 此时却被气得浑身发抖 己肤惊盈颤力 恨不得将手中的广寒雀丢出去 砸塌虚空 重新将几人派出来 无尽的黑暗 永恒的苍凉 在这条通道的另一端 有一种可怕的契机传来 那是属于一颗浩瀚的生命大星 第一千一百零八集 这是什么路 夜兄你确信 在回归北斗星域 是的 那是我所熟悉的那片大地的气息 但是好像有无尽的未知 与危险在出口 我们要当心 怎么如此怪异 没有踏上五色祭坛 也能横渡星域吗 历天并没有盲目的乐观 没有总是想着他的太古神妞 艳一席风神如玉 的确有座一代风流圣子的底蕴 博览群书 看过很多古籍 他想到了一些记载 五色祭坛不是唯一能贯穿星空的路 还有其他手段 但是似乎不属于人族 当他说出这样一番话后 一夜凡的神色更加凝重了 因为他早有预感 猜测到了什么 盯住了风于神园中的太古王 引去一切契机 不要透露出一点 出口处必有盖世高手 弄不好 我们就可能要全部陨落 什么 这么严重 李天悚然 立刻收敛了笑容 郑重了起来 那怎么办 艳一席 也感觉到事态极其严重 能横渡到北斗古星域 但却不一定能活下来 有无比可怕的存在 可能守在出口 李天说道 师兄 你所看过的那些记载都说了什么 能更详细一些吗 他的脑筋飞快地转动了起来 这是一个不吃亏的主 送死的事绝不会去做 无比强大的存在 堪比太古的皇 据那一生的精气神华可出的一种神态 可召唤血亲之人让他们回归 三人的目光都盯住了 封在神园中的太古王全都变了颜色 不难想象 星域另一端的出口会有什么 龙首人身的种族 毋庸置疑 一看就是个强大的种族 这下麻烦大了 李天点头 申表同意 再也没有一缕邪气 反而有了隐忧 前路简直就是一个死局 叶帆终于踏上了归途 见到了希望 但却立刻闻到了死亡的气息 任谁也会心头沉重 太古种族 没有一个是善茬 更何况 可能是一群王族等在出口 妈的 他们这是要召唤那条 再有数十名古王 与三位大圣的子同战船 连叶帆都忍不住骂娘了 他知道这次闹大了 一船半死不活的古王 还有三位太古大圣 都可能被老疯子在狱外干掉了 这次如果将他召唤回去 东荒的太古万族肯定会发狂 这是不可承受的结果 这笔账肯定会算在他的头上 毕竟是因他而起的 不然老疯子也不会知晓 一般古圣降临在紫微星域 结果绝对会让人毛骨悚然 活刮掉他都是轻的 将他点天灯都是温柔的 落入那些古族手里 他没有好果子吃 叶兄 你的脸怎么绿了 有什么大不了的 充其量不就是个死字吗 一船的古王姓名 我想死都难 听明白当中的阴游后 历天直撮牙花子 他都替叶帆牙疼 要不我给你个痛快 面得活遭罪 那两块 那挂着去 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 也不是没有 但跟自杀没有什么区别 什么办法 让这句古诗消失 历天二话没说 当场将神女炉拎了出来 准备出手 将这句尸体毁掉 慢 叶帆拦住了他 现在赶紧动手还来得及 我这是在打开一条逃生的路 将这个干尸毁掉 星空另一端的人 就无法召唤了 如果现在毁掉 虚空通道会立刻闭合 我们将永远被封于此 放逐在永恒的黑暗中 也一样会死 那也比窝囊的被人 一巴掌拍死强 我的人生信条里 从来没有战死那一说法 那不是我的风格 历天机外 掌心中那枚拳头大的神女炉 晶莹剔透 眼一息警告 在星空古路中旅行 如果突然中断 那将是极其可怕的 可能历时会有灭顶之灾 古路中断的刹那 也许是永恒的黑暗放逐 还有可能是立刻粉碎真空 一切归于原始 发生大毁灭 三人心中都蒙上了一层阴影 这简直就是一条死路 这样下去 用不了多久就会陨落 等在出口的太古王族 绝对都是狠茶子 相我历天神子 不远亿万里 从紫围古星玉横渡到北斗 难道 只为了刹那间的闪亮灯场 然后让人一巴掌给拍死 这么看都傻了吧唧的 尚赶着跑来送死 我有那么招老天不待见吗 你大爷的 历天是怨念冲天 抓头苦思 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 师兄 我们那几个混蛋祖师 好像留下了一本书 似乎又缠述空间大到 尽管乱七八糟 但可能又关乎我们生死的问题 他们将人遇到的洞府 搬了个干净 也算得上是举教迁移了 两人细翻各种收藏 将彤彤与一堆古迹一块放了出来 小家伙一脸的忧愿 还没有来得及多说什么 就又被扔了回去 气愤的皱着鼻子 三人围在了一起 找到了 一起研究一本泛黄的古迹 陷入了寂静中 认真的揣摩 这是圣人之道 我们不可能吃头 但是 最浅显的部分 是找空间节点 可强行开启一条生路 脱离星空古道 这样做也有危险 可能会永远的漂浮在黑暗的宇宙深处 没有前路 不知归途 但却是他们唯一可行的了 不然必死无疑 要远古圣兵在手 打穿一个空间节点应该没有问题 但是时间不多了 一定要快速寻出来几个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他们反复计算 集中精气神 盯着这条古路 终于陆续寻到了几个节点 冷静 不要出手 等临近北斗星雨时再击穿 不然 我们会被放逐在宇宙深处 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 与生命古兴 永远错过 叶帆告解 他在黑暗天雨中 孤独的漂浮了七年 深深地惧怕那种滋味 终于 又经历了一段难熬的时光 叶帆心神一阵 我感应到了冬荒的奇迹 那是北斗星雨无疑 不错 我也感应到一颗生命大星 也一吸点头 立天手持神女炉 对着那句干尸一阵 一道微弱的神光飞来 没入远古圣兵中 将其体内最后的生机 抽干 空间节点出现了 就是现在 他们简直就像是偷渡客 此时开始强行跳船 三人共同催动 拳头大的剃头山炉 轰的一声 击穿了一个空间节点 突破了出去 北狱 神灵谷中 诸多太古强者围距 甚至有一尊古祖 君临于此 此时都是神色一动 发生了什么 方才古皇神态有波动 不过 他们并没有多想 因为心中格外激动 将要见证 新年的一位传奇 回归故里 将了解许多真相 与外 叶凡他们突破了出来 进入冰冷与黑暗的宇宙中 前方有一颗生命 古星发出的契机 可清晰地感应到 太好了 并不是多么遥远 我们可以用远古圣兵 破空横都过去 叶凡心中很不平静 费尽心力 九死一生 想要回归到故乡 不曾想 漂泊十二年后 又回到了这颗生命 古星 历天神子降临了 众生颤抖吧 历天激动地干嚎了起来 我们总算是自主了命运 破解了必死之举 也一息擦了一把冷汗 刚才所经历时间并不长 但却极其危险 这一路 可谓是一步一步走向死亡 他们终于在最后关头 挣脱了命运的枷锁 此时都尝出了一口 我回来了 叶凡望着前方的那颗生命古星 他想到了一朝朝一幕幕 固有的面孔 战斗的画面 热血的激情 离别的神伤 磅礴 李黑水 姬子月 小楠楠 大黑狗等人的身影 一一浮现而出 他大喊着 我又回来了 紫薇古星玉呢 尹天德也是长天大笑 满头黑发乱舞 他像是入魔类一样 眼神犀利如点 贯穿长空数十里 在这一日 紫薇浩荡超过万里 压满大荒 惊得许多强大的满手都战战兢兢 全部过意浮在地上 尹天德手中的黄血赤金神灵经纹 喷薄烟下 染红了天空 让他整个人的肌肤都一片赤红 他默默地仰望天空 最后坚定不移地吐出铿锵的话语 古之大地都要去的古星 我自会降临 杀遍你们来正道 第1109集 狱外一片四季 从空中观北斗古星狱 那是一片壮丽的星体 当中一颗生命大星 浸在眼前 充满了一股让人敬畏的气息 如一片古老的神奇沉眠地 叶凡身在永恒的域外 感受到了一种苍凉与大气 此时他们受这颗大星引力所牵引 正在绕他还行 历天震撼 过人壮阔 好一颗星 实在是太好看了 此时他们依靠远古圣兵破空 降临大地上 但是感觉会无比漫长 因为这颗生命古星太大了 到达地面的时间多半会让人受不了 最好 能筑起一座传颂神镇 一会翻翻那几个混蛋祖师 所留下的古籍 看一看有没有相关的记载 人遇到 出过不止以为圣人 有的人横渡过星域 对于传颂阵文很有研究 自然留下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著作 那是什么 也依稀眸子神色移动 盯着远处的一片黑暗 露出了一缕狐疑之色 他们没有急于降临大地去 一直在自由飘行 相对于巨大的生命古星来说 如几颗微尘一样在绕地环形 前方一个如山一样的阴影 溃然耸立 圣人之际像是有一个天体横梗 有丝丝缕缕 古怪的契机传来 当接近几十里以后 冷悠悠的金属光泽透来 这是一座高达千米的铁峰 如一颗陨星一样 沉宁而有压迫感 历天相当的惊讶 这是什么东西 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大铁块 这个大铁块 似乎很非凡 很像是一种神铁 但却缺少那种相应的精气 感应不到那种神力波动 又接近十几里后 即便这片虚空很黑暗 也可以看清上面的坑坑娃娃 布满了刀痕剑孔 更有很多可怕的裂纹 像是被人生生的震碎的 而且上面有黯淡的血迹 虽然早已干涸 但是依然透发出一种可怕的凄凉 像是经历过一场 无法想象的矿石大战 这是一种神铁 对教主及人物 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宝材 怎么会有这样一大块 太夸张了 平日间 能够得到拳头那么一块 炼入兵器中就是宝兵了 会让教主及人物喜不自胜 而此地却有一座千米高的神铁块 不过 他们也感觉到异常 这块宝铁流进了精气 没有了相应的神能 也不知在此漂浮了多么久的岁月 才导致如此 如果我没有错的话 这当然是一件被打碎的远古圣兵 高达千米 也不过是当中的一小块 远古圣人都有极大的威能 他们练兵时的景象不可想象 如果遇到神铁 拳头那么大一块也许就够了 可继承船是圣兵 而如果材料不过硬 也许会耗尽无尽山川大脉 极具灵器 塑造一件兵器 古时 有的圣人手心中 是一寸山河小印 看起来精盈别头 玲珑秀小 但真实情况 是以万里江山化成的 真正放大起来会浩瀚无边 那里还有一块 果然没过多久 他们又见到了一块 千米长的神铁碎块 冷冽而忧森 沾满干涸的血迹 更加确定是被毁的 远古圣兵无遗 而且很快 他们又见到了一把断裂的骨弓 长达数十长 而后又见到了一柄 快烂得不成样子的紫金锤 以及一口残破的大钟 都像是生人留下的东西 但全都被毁得不成样子了 不仅材料所运 惊奇流失殆尽 且内部刻印的稻纹 也都被磨灭了 所有破败的骨兵 都在绕地还行 永恒的漂浮在这 无垠的太空中 记述着当年的惨烈与悲壮 我知道了 这就是所谓的天外战场 很早以前 他就听人说起 远古时的圣人们动手 动辄就会毁天灭地 只要出手 便会有无尽山川大地崩坏 会造成生灵涂炭 因此全都去域外战场 此时 不用多想也知道 就在这无垠的太空 是昔日的远古圣人们 战斗的地方 这样的战场 也不知道有多少万年 未曾用上了 因为而今想出一位圣人 实在是太难了 就更不要说 进行生死大战了 不久后 一切都证实了 他们的猜测 他们环绕地形 快速后退 进入了一片 远古战场中 这里很凌乱 悬有很多碎块 主要是 几件超大型兵器破裂后 成片散落所致 如乱石堆一样 而且呢 在这片地域 还有崩塌的骨雀 遗弃的战船 以及早已腐朽的 不成样子的巨大 海骨块 也一息吃惊 这些遗古这么的巨大 到底属于什么生物 连一块脚趾骨 都有石杖场 此地 有不少骨块 属于不同的生物 有的通体乌黑 有的呈淡蓝色 还有的银白 各不相同 堪比圣人的生物 每一滴血就可以杀死一位大能 他们的骨头更是龟宝 李天搓手 眼神很亮 此时 他们进入了这片域外战场的深处 展翼 铜船 骨兵等 各种破碎的东西 不时可见 想都别想了 这最起码也是数十万年 甚至太古前的遗古了 早已流进了惊气 没有当初的威能 在大战中 就快烂掉了 可惜呀 不能合理利用 实在是一种浪费 李天遗憾 突然 他怪叫起来 一跃很高 摸向了屁股 他就像是被魔鬼虐待了一样 嗷嗷嗷的 咳着劲的干嚎 脸色雪白 连窜带跳 很是惶恐 在他的手掌 有点点血迹 在他的屁股上 有一只血淋淋的断手 抓在那里 让人觉得头皮发凉 浑身寒毛倒数 李天一脸的哭强 我我我我 我实在开玩笑 并没有亵渎诸圣之意 各位祖宗 请安息吧 别别别跟我一般见识啊 叶凡宇 叶一夕也觉得邪门 这是远古战场 很诡异 那只手是如何飞来的 竟然没有任何感应 我去 一地圣人血能杀死一位教主 我摸了一一手血 我得要死多少回啊 李天鬼叫 屁股上那只断手 跟着一颤一颤的 这是数十万年前的断手 圣人的精气早已流迹 不会伤到你 别吓唬自己了 李天费了很大力气 才将断手弄下来 跟拜神一样 将其放在了虚空中 他确实有点发毛 而今强大如他神石 何其敏锐 但方才却没有一点感应 就被抓住了屁股 当他们将要脱离这片区域时 在一片废墟中 建到了一个烂木箱子 并不能感应到什么 但是叶帆还是打开了 漫天的神盲飞出 灿烂的永恒 里面有一块人头大的神圆 静静的漂浮 竟能被那个烂木箱子 隔绝契机 李天惊叹 太美了 在人头大的神圆中 一株含苞带放的花蕾 能有拳头打 晶莹欲低 灿灿生辉 美得让人心嘴 他像是拥有了一种魔性 强行将人的心神寄托在上 恨不得立刻钻进去 不能自拔 让人想永度 三人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美丽无瑕的花蕾 虽未站开 但却灌绝群芳 有赤城黄绿青蓝紫 等多种晶莹的光彩 让人沉沦 我怎么不受控制 想将元神献给他 要深入进去 会是舒坦 想要永久的 堕落于沉沦进花蕾中 快 不要再看了 这是一株魔花 最终 他们的大毅力 强行斩断与他的联系 又用烂木箱子 将其密封了 浑身都冒出了一股冷气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立天像是想起了什么 我在一本古籍中 见到过一宗记彩 有一种神明花 只有古之大地能欣赏 为世间美之极尽 在其展开的刹那 远古生人都要大伤 其他人见到 更是会元神成灰 至于空窍 成为行尸走肉 第一千一百一十几 一夜凡雨 叶一夕顿时出了一身冷汗 这是一种妖异而又可怕的花珠 根本不是凡人能看的 故此被称作神明花 李天继续说道 传说是从仙界遗落下来的 一株枯萎 会化载破空而去 再另一片天地新生 我们要降临在下方的生命古星上了 万一太古族林立 古王尽出 这株神明花将来说不定会有大用 也算是天赐神趴 下方的大地该不会真有大变 而需要用到这种东西了吧 他们继续行尽 意外发现了一座古镇台 认真琢磨了良久 发现依然可用 竟是连向大地上的 真是天助我们眼 可以立刻降临了 三人登上古镇台 填好圆块 准备启动 就此降临在下方的大星上 但就在这时 他们眼神一致 冰冷的星空中 有一艘很小的古船 在朝这里飞来 他并不是很快 但方向不变 很是明确 逐渐接近了这颗生命古星 什么第二宇宙速度 第三宇宙速度 这些对他无用 有神秘的力量催动 他始终横顶而行 他是从宇宙深处飞来的 三人心头巨跳 眼睁睁的看着他 出现在这片域外战场 而后如他们一样 开始绕地环形 立天惊疑不定 古之大地都降临的古星 一定有什么秘密 这该不会是 那个巨头来了吧 古船很小 不过一丈多长 里面最多不过两三个人 密封岩石 他们尝试探测 发现有两缕 极其微弱的气息 像是要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真的有活物 这个大事不妙 敢这样过来的绝对 不可能是繁俗之辈 一般人肯定惹不起 他们是冲着北斗古星域来的 究竟是追寻古之大地的脚步 还是另有他念 走吧 不要招惹 虽然说生命契机几乎断绝了 但是却也有可能 蕴含有莫大的凶险 他们没有惹是非 欲外来客身份不明 茫茫天雨中 找不到几颗生命古星 这样一艘横渡星域的古船 其主人必然神秘 与强大无比 他们不想引出乱子来 尤其是叶凡经历过 异传太古王的变故后 对这些东西就更加的忌惮了 先回到地面最要紧 万一惹出个圣人级存在 肯定会吃不了兜着走 光华一闪 古神阵开启 他们从狱外战场消失 下一刻中 他们出现在了浩瀚大地上 叶凡踏在厚实的土地上后 忍不住阳田长啸大喊着 我回来了 叶凡历经九死一生 未能回到故土 整整一十二年流落他乡 到头来又回到了这片大地上 他很想见到昔日的故人 想想 大地都染上了一片血色 前方地势开阔 一望无影 像是一片高原 很荒芜 到处都是赤红色的岩石 植株不多 破败的道怪已在远处 共有几座都很矮小 彼此相距很远 在落日的余晖中 镀上了淡淡的金色 让他们看起来有一种神圣的气息 荒芜 破败 胆金光辉 神圣交织在一起 给人很怪异的感觉 这是一幅让人值得宁谋的画面 宛若岁月的沉点 叶凡站在那里 像是要望穿整片大地 眸光好似贯穿了十二年 贬寻昔日的故人 立天 吐出了一口气后 立天神子降临了 太古妞们 颤抖吧 他扬天长豪 惊奇飞鸟无数 鸟雀在夕阳中震翅 划破淡金色的天地 扰乱了这种宁静的祥和 却也让顽景多了几许生气 这几座陈旧的小道观很有讲究 不然我们也不可能从狱外降临此地 远处 几座破败的快要倒塌的小道观 自然而轻拧 染着淡金色的日灰 将这里的天使地脉都给震住了 初看不觉的什么 越看越觉得神秘不一般 让人近乎痴迷 像是有一种大道的契机 是了 我们是从天外回来的 那里可是远古圣人的御外战场 当年 从这里上去参战的 绝对是一个圣人 那还等什么呀 赶紧搜刮 一位远古圣人 即便留下个修脚刀 都可能是圣气 历天很夸张 可惜呢 几座小道观 除雀鸟雀外 什么也没有 这里成为了他们的棲居地 在夕阳下很响宁 最终他们离开了这片荒芜的高原 前方是无尽的山岭 林木茂密 老林幽深 满手横行 一擒盘空 半个月后 历天墨几个不停 这个地方太原始了吧 怎么飞了这么多天 连个人影都见不到 有过去两日 他们终于见到了一位药师 在高山大鹤间采药 一问之下 这竟是南岭 中州 东荒 北原 西墨南岭 这是北斗星域的五大域 叶凡第一次踏上这一域的土地 还好 他们并没有进入南岭最原始的地域 不然飞上几个月 也不见得能出来 离开十二年了 不知都发生了什么 何时能与庞博紫月 南南 李黑水他们见面 他们飞出群山 见到了一座古城 真让历天按耐不住 在这片天地中 我是否一个人可以横扫年轻一代 做一个鹦鹉非凡的神子 没问题吧 他一幅辟逆天下 舍我其谁 唯我独尊的神态 像是天下第一高手 在俯视这片大地 叶凡笑了 并没有多说什么 因为他也不知道 那些故人的修为如何了 一切都需要去亲身经历 师弟 你可千万要小心 别被人击杀于此 古之大地都降临的古星 一定有很多秘密与古怪 离开太久 义野凡迫切想知道 这个世界的一切 三人很快就进入了 前方的古城 来到了一片繁华之地 进城不久 义野凡就向人了解情况 还未容他多说 只一提东荒人们就摇头 都一言说很可怕 太古的生灵 强大的修饰 有各种纷争 早晚会有一场黑暗动乱 一夜凡心头一沉 他回来的可真是时候 太古生物果然相继觉醒 将来多半有一场大乱 原天古迈那有一场灵药大会 你们可以去那里了解消息 有来自各大狱的修士 南岭的人对其他各地也不是很了解 毕竟这颗古星太大了 跨狱 动辄就会数以千万里以上 夜凡当即就做了这样一个决定 去灵药大会看一看 南岭如其名 多重山峻岭 到处都是古迈 自然也因此而多灵草 甚至有不死神药的传说 原天古迈 当年曾有不死药破空而出 让这里成为南岭的一处明地 南岭一年一度的灵药大会 每年都在此展出 争其斗艳 各种古药皆可见 当然所谓的大会也可以称之为拍卖盛会 展出灵药就是为了卖出天价 不然谁会来此露真品呢 保密还来不及呢 古迈灵气很浓 占地极广 山脉无几 这些日子来无比热闹 各方修士皆有出现 夜凡他们到来 并没有引起很多人的注意 因为他们手中并无灵药 来此的人目的都很明确 只认古药 远处引起一片轰动 药箱扑鼻 差点醉倒一片人 附近的修士 全都蜂拥了过去一片嘈杂 一炷三万五千年的古药 真是太难得了 这种保药可遇不可求啊 南岭果然是灵土 聚集天下灵气 唯有如此 才生长出这等真药 一群人都在惊叹 面对老药 目中无比炽热 恨不得立刻居为己有 那只狗不知道来了没有 这种盛会一般情况下 少不了它 见了好东西就走不动道 五万年的老药出事了 有人采摘到一株 传说中的药中小王 远处一片轰动 当场被围了个水泻不通 那是一块药田 杜尔石人山人海 那里近乎沸腾 到处都是人 许多羞是恨不得大打出手 以住古药 生有七叶 一个叶片一种颜色 共分七彩 经营剔透 分方醉人 所有人 历天当场就被震住了 五万年的古药 被称之为药中小王 可以炼各种绝品宝丹 我人欲道中有一庙方 就是需要这种年分的主药 叶凡 连不死神药都见过 自然没有如他们那样激动 以一直很平淡面对 他在人群中寻找 想发现一位故人 不管是熟悉的 还是敌对的 然而他失望了 他大步向前走去 走吧 去那边看一看 四爷有高手论道的地方 李天不愿意走 别急着走啊 这里有一株传说中的药中小王 你不吃惊吗 另一边 有一片石台 谁都可以前去 聚集了很多修士 以年轻人为主 在此谈法说道 议论五欲高手 叶凡走了过去 盘坐在一个高台上 认真倾听 李天宇燕一夕 也盘坐了下来 当今天下 谁是中清代第一高手啊 有人说到这个问题 这个很难说啊 中皇 南腰等十几年前 就是可立战绝顶圣主的人了 而今谁能看透啊 当今天下 我退遥光圣子 而今修为终于大成了 开始 真正行走世间 左相披靡 无人是其对手 我个人认为是华云飞 被天下修士追杀十几年 而今还有人敢去再动他吗 吞天魔宫已经修成 同代无敌了 现在只有他斩别人的份了 下九忧 炼成了 炼成了杜劫仙曲 而今恐怕寂寞无敌了 错了 你们都忽视了一个人 那就是子府的圣女 他可是先天倒胎啊 传说只要达到圣主境界 将会合到 天下同辈 无人可敌 十几年过去了 以他这种体制来说 我不相信 他没有达到这个境界 你们说的只是少部分 遗忘了更为可怕的一群人呢 子天都 黄须道 神残道人等很多可怕的存在 太古生灵中的钟清代让人悚然 这个人话语意出 顿时让所有人都沉默了 火林子 天皇子 黄须道 猿谷 神残道人等一个个惊艳古今 压得人族喘不过气来 无比的可怕 这可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事 朱王进出 各种体制分成 连太古万族 最强大的传人也都出事了 谁能天下第一 根本说不定啊 人们知道 有一点可以肯定 在这个大事 如果谁能够战败朱王 力压太古万族传承者 必可以正道 在这个大事 所要面对的敌人太多了 也可怕多了 真能活到最后 战败所有人 所经历的考验 将无法想象 若是借此而正道 必将是古往今来 战力最强大的大地之一 因为这条燃血的地路 将会超越以往 最为可怕 你们说 如果十二年前的 荒谷圣体 没有毅然离去 它成长到现在 会有多么可怕 能否立压太古族的 黄须道 远古 天皇子 神残道人等 恐怕没有希望 这些人 哪个不是活着的奇迹 连圣皇子 而今都生死不明 据说就是因为 与天皇子不目 圣体一旦大成 可与古之大地一战 我遇上这些人 哪一个姓业妖孽 如果还在 肯定可以与他们并论 即便那几族祖上 都出过古皇 恐怕胜算不多啊 仅有一个圣体而已 遇上一个太古传承者 或许可以并论 那么多经验的传奇 总有几个能力压他 不真正一战 谁能说得清 世上没有如果可言 他已经离去了 也算是留下一个悬念 算是我仁族 有人可以不败吧 丽天看了一眼 叶凡黑黑直笑 但却也感受到了 一种压力 他是听出来了 这个世上 猛人似乎超级多 难怪古之大地 先后降临过这里 就在这时有人开口 圣体他不行 黄虚道 远古 神残道人等 任何一个站出来 都可以一只手灭杀他 有人小声说道 原来是与太古诸族 关系默逆的 那几大人族传承之一 是啊 圣体若不走 连人族高手那一关 他都过不去 必然有人会杀他 而今 他的那些朋友 还剩下几人 全都败亡了 当听到这些话 叶凡脑袋轰的一声 神木射电 望向前去 盯住这几个人 他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叶凡脑袋轰的一声 这十二年来发生什么了 昔日的故人全部败亡 这些话语震得他体内的血液 隆隆奔腾 跟雷鸣一般 他原神都巨震 此刻 他眼神很骇人 双目如毁 心朔空 迫切想了解当中的隐情 黑发着眼 逆乱飞舞 他如一尊 妖神盘坐 燕一席传音 叶凶 克制 历天也拍了拍他的尖头 叶凡没有说什么 如一块磐石一样定在那里 眼眸像是穿越了十二载的时空 回到了过去 那些故人站在了一起 成立那段难忘的时光 血战难遇 转战逃亡 神城风云又起元术对决 九死一生破诅咒 入太出禁区 进步死山 闯万龙巢 纵横中周 展秦岭 掀齿与龙洞 期间 有舍身相救 有绝望之战 有气血悲歌 有感人温情 有相互扶持画面 共同走过 共同经历 那些人 那些事 无比的清晰 仿佛依然在眼前 姬子月微笑着流泪 李黑水 对银月 对银月成豪 庞博生猛的吃棺材板 图飞大嘴巴难改 小楠楠乖巧可怜 大黑狗贪得无厌 一招招 一幕幕 或温馨的 或豪迈的 或运累的 或欢乐的 难以忘怀的一段岁月 杀遍天下 这是叶凡心中 在隆隆而响的四个字 如果这些人真的不在世间 遭遇了恶难 他要杀遍天下 斩掉所有敌人 可是 即便这样做了 也难以挽回什么 他的毛子冰冷了下来 盘左侍师台上 听着这些人的议论 都十几年过去了 这些人的命可真赢 居然撑到了现在 终于是在不久前 沉寂了下来 想来都死了吧 在那样的高手追杀下 活到现在也算是奇迹了 在场的人说起这些事 也都是振振感慨 一群强人都很厉害 到头来 终究是支撑不住了 李小曼 叶凡当时就立起了眼睛 他从众人的话语中 听到了他的名字 竟然追杀过李黑水 吴中天 江淮仁他们 按照众人的说法 极度恐怖 此时他血气上涌 这个女子可真是够绝情的 连庞博都没有放过 来自同一片故土 与华云飞 还有其他高手在一起出手 让那些人血染东荒 叶凡一言不发 纸杰钻的发白 神色更冷了 他遥望远方的大地 很想立刻杀过去 斩了那些人的头颅 化云飞成大气候了 十二年前成为天下共敌 被人追杀整整八年 历经数百死劫 但终究是修成了狠人的无上天公 在当今的天下 再无人去绞杀他 很多人都在自危 这个如哲仙一样的男子 有相当的出臣气质 当年很能隐忍 叶凡一直很忌惮 知道他肯定会成长起来 而今并不意外 他们之间早晚会有个了结 第1112集 那个叫李小曼的女人 叶修有囤天魔宫 此外 还有一种召唤神奇的秘法 端得是恐怖无边 多半不会比花云飞差 当年 那个磅礴何等的经验 在诸圣子中后来居上丽雅同辈 但却差点被那个召唤出来的妖艺神灵 夺取入桥 圣机干涸 元气大伤 几乎死掉 也正是因为那一战 才开始走上败王之路的 不然他潜力无边呢 李小曼 叶凡口中吐出这样三个字 锦钻的手指节 已经油白转清 神色很冷漠 他心中出离了愤怒 他知道 坏云飞会发狠 一旦大臣会对其出手 但是却没有想到 李小曼更甚 对磅礴都出手了 对来自同一个地方的故人都要斩杀 这是一片石台 很多人盘坐在此 谈法说道 议论天下强人 原本这个话题就要接过去了 不可能总是细谈 不过 一眼一息与立天之道 叶凡迫切想了解固有的情况 他们二人纷纷的巧妙发言 又这个话题引导了回来 叶凡默默无言 静静的坐在石台后面 听众人的诉说 这当中的种种 北帝王腾未死 这个消息对叶凡来说 是一个不小的冲击 让他那冰冷的脸色出现了一缕波澜 却有些出乎他的意料 这个人很强嘛 立天看他变色 忍不住小声地问道 十二年前 格利亚各方教主 让各大圣地的主人忌惮不已 号称北帝 在当时 年轻一代 前五名必有他的位置 立天吃了一惊 十二年前 就这么强大了 叶凡点了点头 当年他是纯粹一仗 黑葫芦活活的烧死了王腾 不是凭实力斩杀的 那一战 北帝无比的憋屈 有辟逆天下的实力 却使不出 傲视当时 但最终被铜官与黑葫芦压死 若是真正对决 即便是在当年算上老辈人物 也没有多少人可以压他 那是他人生的一段大恨 当今天下 如果说谁最期望胜体回来 非王他莫属 那一战后 他借古地战车而复活 耿耿于怀了十二年 那一战 北帝的确是憋屈到了极点 不然以他的真实实力来说 天下谁可压呢 嘘 小声点 现在 谁敢替他为北帝啊 会有杀身大祸的 叶叶凡一阵沉默 听着他们的诉说 北帝气韵不减 更见凡省了 当年 竟在极家虚空大帝亲手筑成的古殿中 得到了另一种传承 乱古传承 还有以死虚空的传承 一人身兼修两位古之大帝的经文 这真是开古今少有之事 叶凡清楚的明白 他当日杀死王腾 并不是他真正的实力使然 在那遥远的北方大草原上 有一个雄士天下的可怕大敌 正在等他归来 必有一场惊天大战 历天听把直撮牙花子 也一席继续挑起话题 以便叶凡详细了解 德西故人的情况 北渊王家 与太古族关系匪浅 他们追杀李黑水等人时 勾连太古族出手 有人亲眼目睹神灵谷的紫天都 将吴中天杀落坠婴牙 血染湿壁 王家 我会去北渊走一趟的 叶凡自语 提到太古王族 有人又说到当年那些传奇 黄虚道 天皇子 元谷 火林子 神残道人等 元谷曾追杀过庞伯 想获得妖帝纠斩 若非猴子出手 后果不堪设想 猴子却也因此而被卷了进来 同不死天皇子 以及元谷等不牧 数次有大恶难加深 而今生死不明 而叶凡也意外了解到 磅礴占据身体主动权 压灭了夺赦者 这一事实败露 妖族大部分人 对其态度复杂 重要人物念及旧情 没有出手 也未追回古京 但却不再护佑 赤龙道人 孔雀王念旧 曾数次救过其命 但却没能改变什么 还有哪些人出手 历天待问 他都指错牙花子了 觉得叶凡要面对的敌人 无比可怕 而且众多 中州大教阴阳教 传承久远 曾出过无敌的人族大圣 斩杀过域外神灵 他们曾出手 此外 一个神秘的女子 白衣圣雪 风华绝代 面容不可见 可怕无边 也曾出手 追杀叶凡的故人 这个女人是谁 叶凡一正 他想了半天 也未曾发现 与得罪过这样一个女人 而且他意外得知 这个女人太神秘与诡异了 竟然连李小曼都想杀 与之有过一战 结果不知 你是否有过使乱中气 历天善意的提醒 不过怎么看都欠揍 那凉快 那挂着去 而后呢 他想到了李黑水 吴中天 柳寇等人 他们的爷爷是北狱十三大寇 未曾出面相互吗 两大远古杀手神朝出手 即便是北狱十三大寇 也不行啊 东荒 地狱 人世间 两大远古杀手神朝 不再遮遮掩掩 在这个乱世终于出世了 他们历代的神子与神女 号称可杀遍诸王 他们的古老宫阙 是以各种王体的头骨砌成的 以远古圣人的皮为地毯 这一世 人世间与地狱 一位神子与神女 让万教惊悚 鼎成先祖意志 要以杀正道 若论年轻一代第一人序列 他们两个必要算在当中 但是在场的修士 却没有多少人敢提 可想而知 忌惮到了什么地步 李黑水的爷爷 第八大寇李恒 战死北域一座荒山上 被地狱杀手神朝的一位老杀手 以长矛盯在了山崖上 柳寇的爷爷 第六大寇柳峰 血染神城 被人世间的一位老杀手 一剑穿透天灵杆 死而不倒 难以明目 叶凡听到这些咬碎了钢牙 双拳钻得很紧 连十三大寇都有人陨落了 难怪他们的后代 性命难保 最主要的是 十三大寇中的第一人 那位最神秘的老布斯 一丝作画了 也有人说他在必生死关 冲击一个常人难以想象的境界 将自己活埋了 恐怕百年内都难以出世了 少了一种强大的威慑 还有人出手吗 叶依稀问道 帮助叶凡了解一切 问个通透 这么多敌手了 应该没有其他人了 然而呢 事实出乎意料 还真的有 且无比的强大 这是一群神秘的人 根本就没有透露过身份 曾去南狱太玄门 杀过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张文昌 后来人们才知 那是一个与圣体有密切关系的人 太玄门初始 以为大敌降临 死了不少高手 直到捉锋的李若鱼出手 才惊退强敌 真是没有想到 捉锋的李若鱼 恐怖到了那等境界 他堪比上古有大能力的朱祥了 只是一个繁体 但却如此惊艳 一座数百年 平庸之姿 最终一飞冲天 李若鱼是一个有大智慧 与大毅力的修行者 叶凡听到这里 尝出了一口气 张文昌无恙 但很快 他有警觉了 那批神秘人 还曾伏击过 自摇池外出的柳依依 虽然没有成功 但是却严重地 说明了一个问题 是谁 这批人是谁 难道是昔日的同学 不该如此才对啊 他们没有道理反目 不应去杀这两人 叶凡心中 生出了疑虑 朱迪环时 一道又一道冰冷的眸光 叶凡仿佛已经感受到 他知道必有连天大战 他将走上一条血染的战者之路 中途将有乌尽的血与骨 你们知道吗 这一次南岭的蛮族某一部落将有大难了 北渊王家的高手要去铲平他们 东方野 这个野蛮人与庞博等交好 这十几年来 共同经历了许多次死结 连累到他所在的小部落 有些二文 听人说了 难道是真的 假不了 我听说王家他们早已经动身 此时多半已经出手了 你们没见到 今日的灵药大会来的人 没有前几日多吗 消息买通的人都去看热闹了 走 去杀人 叶凡蹦的就站了起来 神色冰冷无比 这个消息让血液怒沸 他听闻东方野可能战死了 而今他的族人也被人欺到门上来 怎能不怒呢 在南岭就要开始打开杀戒了吗 我身在哪里 哪里就是战场 叶凡杀起 管充九重田 他掌身而起 大步离开师台 不少人侧目 有个别人狐疑 望着他的背影 觉得有些眼熟 这个人是谁 好强大的血气 身上像是盘绕有一条 莽黄中的囚龙 一叶凡龙行虎步而去 给人一个很英挺的背影 没有人会想到 是他回来了 天下太大了 并没有多少人 真见过他 走吧 我们也去看一看 王家可真是够强势的 与太古族关系莫逆 赶来南陵 莫出一族 真是好强势啊 好 去看一下 这些古岭中战云密布 一定会有一场生死征战 叶凡心中的战血在沸腾 恨不得立刻杀到进前去 他很想进入北原 将王家连根拔起 那一族真以为自己可以支手遮天了 只要有我立天神子在 他们就永远别想天下独尊 我仍遇到要在此发扬光大 立天呢 他将这一战当成了 他降临这颗古星上的成名战 叶凡心中杀念如海 眸光像是望穿了这片大地 南陵议事战场会成为来犯者的不归路 来多少人避多少人 他向人打听 此地可有传送朕 怕赶不上时间 万一去晚了 就实在对不起东方野的族人了 一个年过花甲的老药师说道 前边有一个镇台 不过很破烂 穿越空间时常出麻烦 不过许多人都在借道 说是去什么野岭 要去观战 叶凡大步冲了过去 历天与燕衣熙紧跟在后 如三道闪电一样 超过了所有人出现在一座古台上 这座神镇的确很破烂 一看就是存在数万年那么久远了 勉强还能用 当三人强大的气急发出后 没有人该与他们争 北地活了又怎样 这次送他们一具冷尸 瓦解原神 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死人 再无活的希望 李天站在镇台上后 说出这样一句话 吓得旁边的人全都避腿 战战兢兢 看着他们的身影消失 南岭 多重山峻岭 到处是地脉 满兽一擒横行 古地有多 山中多瘴气 更有许多原始部落 东方野的族人 就在一片古山脉中 此时大敌当前杀气无尽 来了大批的高手 将此地包围 天空中 乌云翻滚 战古震天 惊奇招展 古战车隆隆坐响 压榻天穷 寒光照铁衣 也不知道来了多少强者 这是一个很小的部落 隐居在原始山脉中 原本与世无争 但是今日却大祸临头 一个老人从山中飞起 来到半空 很是瘦小干苦 衣裳打着补丁 很是朴素 白发乱糟糟 你们是何人 为何来犯我不 不过是一群未开化的原始人而已 懒得与你们多说 竟是一个不胜 灭你们全族 没有一个人可以活着离开 空中 一艘巨大的银色战船 闪烁冷冽的金属光泽 透发出一股射人的气息 上面一个中年人冷漠而又自负 他说完后 一拳就轰了下来 霸气无边 同时战力 一惊人无比 神王贯日 如一座大月压了下来 山林崩塌 一只拳头显化 直接就砸在了那名老人的身上 根本就未容他躲避过去 当场被轰断身子 血染长空 摔落进下方的古村中 唯有一脚打补丁的旧衣 染着血从空中慢慢的飘落 让人不忍目睹 一个朴实的老人就这样被人击断了身体 古村中传来一声悲呼 柳伯父 一群人无比的愤怒 老时期的火气太大了 怎么上来 没有问就下重手啊 靠问下 说不定会有什么收获 到时候血洗这里也不晚 另一艘金色的战船上 一个年龄略大的中年人说道 旁边有一人说 我族前些年太过憋屈了 被一个不知所谓的圣体杀了那么多人 连藤儿都隐恨了 老时期一直闭关 出来后憋了一肚子火 你们是哪里来的恶财 来我们这里行凶 一个二十几岁的男子飞上天空 赤裸着上半身 肌肉隆起 呈古铜色 手中拎着一口大腹 不知死活 米粒蜘蛛也放光芒 一群未开化的人而已 银色的战船上 中年人老时期无比的冷漠 用手一点 一道神王飞出 刹那洞穿了那个青年 一团血花绽放 他整个人瞬间碎掉半边身子 止于燃血的巨斧完好 与他一起坠落下高空 无比的悲惨 下方的村落中 传来一片哭喊声 几个娃娃更是撕心裂肺的大哭 将掩掩一袭的男子围住 留你残命 我喜欢欣赏死亡 那是一种有人的味道 王家的老时期笑得很冷酷 村中一个大汉吼道 有你妈个求 他就要冲天而上 手中拎着一根大铁棍 回来 就在这时 村中传来一声低喝 一个住着拐杖的老人走了出来 身穿麻衣 骨瘦如柴 头发稀疏 老太隆忠 务输佐 许多人围上来 带着哭腔 古村中一老一哨碎了身体 生机僵断 流血垂死 众人都很悲伤 极度的愤怒 明镜中 让老七还有老九出关 老人沉声说道 而后腾空而起 来到了高空 早就听说 某些原始部落 我曾有不适高手 看来 所言非虚啊 你们这样一个小村 竟有你这样一位大能 似乎还有两人在闭关 看来你们得到了 某一上古传承 而且极度强大 当属于古人圣经 这么说来 血洗你们村落后 将有大收获呀 老十七 这个人让给十三哥吧 我很多年 未与人动手了 另一名中年人 飞出了战船 不是还有两个 要出关的吗 我们来比一比 看谁杀的人多 杀得快好了 老十七很残酷地笑着 你这个性子得改一改 当年老祖就说过 你太施杀了 闭关这么多年 也没磨掉 另一个中年人摇头 第1114集 村中的武叔祖开口 诸位 我们自问与世无争 从来没有得罪过外人 一直饮于荒野 无怨无仇 你们为何杀我族人 回我家园 我北渊王家 想杀人 难道还需要给你理由吗 王家老十七 他背负双手 黑发飘动 镇顶而又冷酷 我的族人一向淳朴 从无而于我诈 狠辣算计 杀人越祸等 你们这样杀来 要血洗村落 实在是欺人太甚 老十七默然 根本就无所谓 欺负你们 又如何 王家老十三说道 算了 上你们做一个明白鬼吧 东方也是你们这里走出去的吧 他惹了不该惹的人 与圣体走在一起 与我族为敌 你们全村人 都要用血来赎罪 即便野儿与你们为敌 也不应迁怒我们一村人 有太多的无辜 那些几岁的娃子 他们知道什么呀 你们难道也想斩尽杀绝吗 交出你们的经文 我给你们全尸 不然 尸骨无存 受尽折磨 天穷上 最大的那艘战船中 传来这样冷悠悠的声音 像我们这样与世无争的小部落 常年居于荒林中 到头来却也有这样的大祸 看来 世道真的乱了 村中的武叔族叹道 而后眼神凌厉 人都有一死 我族会一血明治 没有脑肿 大不了 全部战死 战 即便全部战死 跟他们拼了 下方 古村落中 无论男女老少 全都大吼 即便是三岁的小娃娃 也挥舞着小木棒 目光中充满了不屈 说得好 我们这一组 从来没有一个脑肿 大不了 全都战死 跟他们拼了 远处 一片山崖间 两个老人冲天而起 快速地飞了过来 清山恶水多刁民 果然如此 也唯有这种未开化之地 才会这样民风彪悍 真是不简单 一个小小的村子出了三位大能 还真是吓人 也幸好我们准备充足 不然也许会吃个小亏 动手吧 一个都不留 全部杀了 血洗这个村子 至于圣人古京 留一个老不死的元神 就足够了 终于 王家的人要动手了 天空隆隆 雷鸣 除去七艘战船外 还有数十辆战车 上面载满了修士 而在那些空隙的地方 还有许多悬空的强者 天空中密密麻麻 到处都是人影 无云翻滚 战鼓震耳 这片天穷都要破裂了 惊奇招展 满手思鸣 铁衣闪烁 像是有十万天兵天将降临 一种浩大的气息汹涌 杀气如汪洋一样 席卷四面八方 淹没了整片古老的山脉 远空 有修士在观战 全都吃惊 北渊王家竟然摆出 这么大的阵势来 真的是要灭族而来 不想放走一个人 七艘战船 意味着北渊王家 有七位身份高的下人的人物 来到了此地 最起码是极其强大的大能 如此兴师动众 出动这么多战车与强者 只为灭一个小部落 算是近年罕见的大举动 古村中的武叔祖 血染昌空 被两艘战船攻击很长时间后 大口磕血 那件有补丁的蚂蚁化成了飞灰 它坠落了下来 村中的许多人都悲呼 武叔祖 连许多两三岁的小娃娃 都握紧了拳头眼中 运满了泪水 碰的一声 村中的九叔祖也遭受重创 被两艘战船打了下来 身体几乎被穿透 不仅有两位恐怖大人物的神术功法 还有两艘战船的可怕震闻的攻击 鲜血染昌空 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也可血栽了下来 他们确实有强大的战力 但是奈何天空被封锁 成为了一个牢笼 且高手众多 三个老人不是对手 唯有一个七叔祖还在支撑 几次遭遇了重击 但身上有一件神旅御医 极其坚韧 磕挡公杀 让他没有被冻穿 拼了 跟他们拼了 整片古村 男女老少全都大喊 一个个神情愤怒 扶起倒在血泊中的两位老人 能飞起的人 带着他们突围 即便是很小的孩子 被大人背在背上也哭嚷着 跟他们拼了 给祖爷爷报仇 一些小女娃也是如此 手中拿着武器 在父母的身上哭着喊着 跟他们拼了 这个古村 所有人都不畏死 露出坚毅之色 要与人同归于尽 一起冲向高空 众人一心视死如归 全都无畏 无比的悲壮 即便全村人都战死 也没有一个人屈服求饶 为开化的一群原始人 真是不知死活 既然你们想死 我就成全你们 王家老时期冷笑连连 此时他已经腾出手来 一只手向下压去 要将所有人都震碎 砰的一声 古村中的七叔祖一声怒吼飞了过来 拼着后背挨了一击 与他对了一掌 然而历史有三艘战船 镇压下 这并不仅仅是三位恐怖大人物的攻击 还有古船的神能 威力会叠加 七叔祖最终也是叠血 重伤垂危 坠落下高空 虚法戒章 充满了悲愤 叔祖 祖爷爷 古村中的人都悲呼 能飞起来的男女老少一起向天飞 犹如飞蛾扑火 悲壮的吼着 北渊王家的人冷漠无情 几位大人物 还有众多的战车上的修士 以及漫天高手全都出手 一起向下镇压 要血洗古村灭掉所有人 五叔祖 七叔祖 九叔祖 扬天怒吼 眼角崩血 越过族人 以伤体硬冲了上去 撑起一片光木 挡住了毁灭性的攻击 北渊王家老时期残酷的说道 情香僻壤出蛮子 你们这群野人 还真是不畏死 成全你们 今日血洗干净 从此以后 此地寸草不生 天上八艘战船 数十辆战车 还有漫天的王家强者身上铁衣寒光闪烁 向下镇压 古村中三位老人燃烧寿源 撑起的光木根本挡不住 即将破裂 男女老少所有人都目中韵泪 但却充满了不屈 王家的人冷笑 都去死吧 下方的人都绝望了 带着不甘 带着不屈 他们很想拉上几个恶敌 同归于己 但是却做不到 充满了疑恨 几个小娃子哭着喊着说 东方哥哥会替我们报仇的 北渊王家的人 给我去死 突然 远空传来一声惊天霹雳 这一声大吼 震碎了一片山脉 一道人影 带着漫天的金色血气扑来 快到了极致 远方 所有观战的人 全都惊悚 都在第一时间倒退 有多远 逃多远 亡命飞顿 因为来人太恐怖了 浑身金色血气如海 将整片山脉都给淹没了 如一片汪洋一样 涌动而来 一声长啸 瞬息而止 来人的速度 让人毛骨悚然 天空中 一只金色的大脚 一下子就踏碎了王家老时期的战船 而后一只金色大手探下 像是抓小鸡仔一样 单手掐着他的脖子 将他拎上了高天 王家的人 你们都给我去死 来人一声大吼 天空中也不知道有多少王家的高手被生生的吼碎了 出现一片又一片的血雾 一吼山河碎 夜凡没有当场击杀王家老时期 而是先在他脸上甩了一个大巴掌 啪了一声 直接将他的下巴抽飞了出去 脱离身体 在空中 粉碎 第1115集 夜凡怒法冲冠 浑身金色血液 汹涌 瞬息而止 远远望去 茫茫一片 如海一样将这里淹没了 你是什么人 北渊王家老时期的下巴 刚才被夜凡一巴掌就给扇飞了出去 在天空中粉碎 此时他剧痛难忍 以神识怒问 夜凡恨透了这帮人 他再晚来一步 这个村子就不复存在了 无论老幼 即便是嗷嗷逮捕的婴儿 都将被血洗 他心中赤烧 他没有多说什么了 又一个巴掌抡动了下来 这一次 轮到北渊王家老时期休脑了 就像对他对古村的人不屑一顾一样 来人同样懒得理 他上来就是大嘴巴很臭 他下巴虽然被扇飞了出去 但是喉咙还在 惊怒交加的痛苦低吼 神情近乎扭曲 他闭关十几年 昔日并未见到过夜凡 功力大成而出 不想却遭受了这样的折辱 远处 北渊王家的十三爷惊叫 老时期 他驾于一艘如山岳一样的战船冲了过来 道文交织 如天网一样向夜凡押去 且轰出一片深光 有排山倒海之势 夜凡一只手攥着王家老时期的脖子 就跟揪着一只小狗仔一样 一步就迈到了战船前 主动迎击 他浑身的金色血气扑天盖地 而后另一只金色的大手抡动起来 跟一个末世盘一样砸了下去 天空中碎掉的声音响出 只手遮天 像是万年古妖 从蛮荒大地下脱困而出 杀起滔天 那只巨大的巴掌 重重的拍在战船上 船体碎块 带着滔天的光芒崩坏向四方 并非战船不坚固 也不是刻下的神闻不够深奥 而是这只大手过于可怕 像是从天外降临的 拥有不朽的光辉的神灵手掌 震塌了现世的一切 委员王家十三爷拼命对抗 吐出了一座寸许高的玲珑塔 为紫金金筑成 应风一盏化成数百丈高 向前镇压 依然无法阻挡 叶凡的手掌落下 那座紫铜金塔跟纱铺一样 不开一击 被他化成了烂铜 坠落下高空 北渊王家十三爷大吼 接连祭出三十六件兵器 有天罗伞 赵日靖 飞剑等 每一件都有很强的神能 在那只黄金大手下 这些兵器就跟纸糊的没有什么区别 一一崩坏 北渊王家的老十三 心胆皆寒 没有了方才一丝对古村时的意气风发 此时 积极如丧家之犬 当叶凡的大手向他抓去时 他连拍出一百零八掌 每一次都打得虚空塌陷 但是最终却将他的双臂震断了 叶凡的大手喝拢将他握在了掌心 当场将他钻了个骨断金蛇 一缕缕血迹 顺着巨大的指缝溢夷 北渊王家老十三七里残叫 所有人都发毛啊 浑身起了一层冰冷的小疙瘩 这可是一位大能啊 就这样被人快钻死了 叶凡一手一个 拎着北渊王家的两位大人物 根本就没有当一回事 像是拎着两只阿猫与阿狗一样 差点活活掐死 北渊王家的人毛骨悚然 这样一尊魔王突然杀来 让他们全都从头凉到了脚 如入无人之境 两位大人物在他手中都变成了死狗 下方 古村中的男女老幼眼中蕴泪 全都激动不已 今日遭遇大恶 被人折辱 此时有人出手帮他们化解了死局 出了一口恶气 另外一艘战船上 有人盯着叶凡 露出震惊之刺 认出了他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并不是所有人都像王家老十七 与老十三一样闭关多年 十二年前 有人亲身参与过追杀叶凡的那遗战 尤其是在鸡家的最终遗战 王腾惨死 家族大败时 有人就在当场 即便是叶凡化成灰 他们也忘不了能够认出可谓刻骨铭心 是 真的是他 参与过当年一战的人 惊寒莫名 乃以相信这一切浑身发冷 是他 居然又回来了 是如何做到的 连北渊王家一位大人物 脸上都写满了震撼 不由自主地 登登登地向后退去 快退 全部退走 立刻突围 冲出去告诉族人 圣体又回来了 一艘金色战船上 一位大能下了死命令 他感知到了叶凡的强大 绝对是仙台二层天 第八个小台阶上的人物 这足以让人惊悚 因为圣体一旦达到这个境界 什么大能 什么教主都再难抵挡 除非是那些经验的奇才 拥有八进 或许能勉强一战 然而 在王家这位绝顶 大能下命令时 叶凡也发出了一声断鹤 将其声音全部压了下去 像是宇宙初开的第一缕天一 贯穿了天地玄黄 照耀了宛出之源 划破了古今未来 一尊神魔在其身后浮显 矗立在那里 与他一模一样压射天地 昔日 叶凡被困海眼中 尝试修炼世间一切法 曾见到过佛教六字真言 自不会放过 在他背后 内尊神魔独立与他共同唱和 像是从上古传来的道音 可以清晰地看到金色的音波 席卷十方 不显化佛陀心中为己独尊 这是像正道者如铁一样的信念 不可动摇 佛教六字古音 有开天辟地之力 奥妙无穷 蕴藏了宇宙中的大能力 大智慧 大慈悲 炼至最高成就者 可降服诸天神奇 音波所过之处 天空中密密麻麻的人影 就跟像废水里下饺子一样霹雳啪啦 成片成片地栽落下高空 每一个人都浑身军裂 原神粉碎 被叶凡的畅鹤阵的行神接毁 这就是叶凡 以九密之豆子爵演化的真言之力 赋予了他全新的神能 这一缕神音无比宏大 整片天雨都在和明 像是来到了天地初始时代 一切都拥有莫测之玄机 数十辆古战车一辆 接着一辆的裂开 一杆又一杆大气崩碎 数不尽的人影 密密麻麻的修饰成为尘埃 不复存在 这就是叶凡的一吼之力 整片山脉都在崩塌 唯有一个古村完好无损 其他都是破灭 遥远的天机 所有观战者都早已惊悚的 退出去了上百里 没有一人敢进关 生怕被卷进去 王家的绝顶大能拼命的大吼 快退 圣体回来了 想将消息传出去 然而在圣音下 如蚊虫清明被压制的 不成声音 叶凡一声喝唱 碎裂山河 当一切平静下来 天空中七零八落大旗战车 漫天强者没有剩下多少 全部被镇成了积粉 不久前 乌云滚滚战鼓猎天 惊奇招展如十万天兵降临 而此时却一片凄净 来犯的 如被割麦子一样 被毙掉了一大片又一大片 没有剩下多少人了 近几艘战船都出现了巨大的裂纹 北渊王家的人面如死灰 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人做到的 尤其是当看到他手中如死狗一样的老石漆 还有十三野石 充满了挫败感 全都战战兢兢 此刻他们想逃都不能了 十方都有神圆块封锁 圆天神阵将这里化成了一片牢笼 在这一刻 叶凡做了一个让王家众人心胆皆寒的举动 将老十七还有十三爷扔在半空中 一只脚一个活活踩死了 化为两团血泥 这两个大人物自视甚高 刚才指点江山傲视四方 对古村不屑一顾 视他们为未开化的原始人 而今却死得这样窝囊 被人以大脚丫子塌成肉酱 且叶凡根本就不在意 就像是采过两株杂草一样 浑然没有放在心上 王家人的怒火冲销 这可是两位大能啊 却被这样轻视 死得没有一点尊严 他们方才也曾这样对古村的人 轻视不屑 不想才过去片刻间 一切都照生在了自己的身上 王家的人一个个脸色发白 许多年轻人都在颤抖 得知眼前这是怎样一个人物后 无比的胆寒 虽然过去了多年 但叶凡当年的事迹 不会被人遗忘 血战东荒 纵横中州 杀圣子 斩圣女 必大能战教主 只身近荒谷禁地续命 甚至对抗过几道地兵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样一个魔王般的存在 会强大到何等地步 让王家年轻一代等颤离 五艘破烂的战船上 各立有一个大人物 他们是王家的实权者 全都为大能级人物 而此时却也是极度不安 恨不得立刻逃走 第一千一百一十六集 历天一脸的邪气 叶兄 你真不厚道 怎么都给收拾得差不多了 我还说这将是我的成名战呢 让人欲到头名动天下 却被你抢了风头 剩下的 上我们吧 李天一脸的邪气 王家的人憋屈 谁敢这样藐视他们 如今却被一而再的折辱 让每一个人都在颤抖 叶凡很平静地说道 今天能做的 就是杀光他们 他又出手了 从天而降 一脚踏碎一艘巨大的战船 一拳冲出 前方古堡飞剑等纷纷碎裂 数不尽的人成为血物 全被轰杀 李天出手 可惜了我的成名之战 下次不会错过 眼一息 也是白衣飘动 如折仙一样行走 但却每一击都有大片的血花绽放 这是一方燃血的天空 半个时辰后 一切都平静了下来 山岭间满木窗移 到处是血迹 到处的残枝败叶 王家来犯者全部被斩灭 村落中五叔祖 七叔祖 九叔祖上前道谢 多谢小哥 其他村人也都围了上来 千恩万谢 这里的人很淳朴 一些小娃娃 更是扯着叶凡的袖子 好奇地望着他 叶凡没有隐瞒 东方野是我的固有 村中的几位老人 断时有些发呆 而后长叹了一声 他们已经听到了 东方野 蝶血东荒的消息 我不相信野儿已死 他天赋异禀 神力压实 十一野龙通恶乎长大 命硬得很啊 一定还活着 没有他的尸体 就不能确定他已死亡 我会寻他回来的 圣体回来了吗 在这一日 南岭在流传这样一则消息 时隔十二年 叶凡再现 有人说 亲眼见证到了胜体战斗的场面 虽然不敢接近 但是那种景象当是他无遗 然而 并没有多少人相信 一个横渡星域而去的人 离开了十二载 根本不可能再出现 不能再回来 叶凡站在山林中 遥望远方 王家欺人太甚 他们的家主既然身在南岭 做腰皇殿 那就不要回去了 这次要站就站个天翻地覆 山林深处 一个壮硕的青年赤裸着右臂与尖头 下半身穿着兽皮战衣 手持一条狼牙大棒 如受伤的野兽一样低吼 冲向古村来 他扛着一头十几丈长的野龙 踏在一座座石崖上如履平地 快速到了眼前 谁敢来犯我聪落 叶凡一正 恍惚间仿佛看到了昔日的野蛮人 远远望去 此人与十几年前的东方野很像 一样的野性十足 魁梧有力 历天正在村外溜达 还没有弄明白怎么回事呢 这个青年就到了近前 他在满目疮痍的大地上 一手抡动狼牙大棒 一手向前拍来 就在这一瞬间 历天呲牙咧嘴 整条手臂都快断了 出现一条条血痕 幸亏他退得快 一毡击毙 没有真正应接 不然半边身子都可能会被拍烂 村中的五叔祖与七叔祖快速赶来 马尔不要无礼 这是我们的恩人 东方蛮二十几岁的样子 裸露的上半身肌肉鼓起 如一条条 球龙一样 皮肤成古铜色 强健有力 浓密的黑发 披散到腰际 有一种野性的阳刚美 叶凡也来到了近前 是东方野的弟弟吧 打亮眼前这个青年 真的与昔日的故人太像了 像是一头上古蛮兽化形而成 历天说到他实力超绝可辟逆诸圣主 但是肉翘交锋 却被这个蛮子顽摆 这自然是一场误会 东方蛮外出去打猎 在上听到村子发生变故 红着眼睛杀了回来 撞上了历天 误以为是恶敌 古村中 东方野与东方蛮是一对另类 拥有极其稀罕的蛮骨战血 立刻拔山越 肉翘远超常人 除去圣体外 没有人可以媲美 这兄弟两人所修功法一样 生长环境也相同 平日在深山老林中出没 一走就是十天半个月 使野龙通恶虎 脸成了一身满五神鼠 叶凡手中赤霞一闪 出现一杆 由血钻打磨成的绽毛 九条真龙盘绕在毛竿上 栩栩如生 九个龙头齐举前端 共同吐出一劫 风锐而经营的毛风 东方蛮很不好意思 挠了挠头 上前赔礼 而后爱不释手的 接过这宗重礼 村中的几位老人都惊呼 他们都是识货的人 这份礼太重了 此兵以九天神域中的血钻 铸成是锻造王者武器的首选 可成长为圣人之兵 坚固不朽 是叶凡在紫薇星玉 九头交王那里夺来的 东方蛮 皮头散发的发誓 我会替我兄长报仇的 去宰了那个紫天都 我相信野儿不会死 村落中的七叔祖眼中有一丝黯然 野蛮人是他亲手调教出来的 武叔祖说道 这个地方不能待了 也许该回族内了 在这片山岭的深处 有一个古老的族群 是几位远古圣人的后代 族人都很强大于彪悍 修有蛮武古经 是一个不为世人所知的可怕部落 这个小村子本是该部落的一份子 但数代前 因义气之争脱离了出来 大部落曾多次邀请他们回去 远方传来长小声 群山都在抖动 七八个头发如乱草一样的老头子 赤裸着上半身 穿着兽皮衣 或拎着狼牙大豹 或挥动着大斧子 偶偶咆哮着跟一群妖神一样 呼啸而来 所有山脉都要崩塌了 骂了个把子的 哪来的王八高子赶来欺负我们的族人 给我死出来 人都在哪啊 老子们回来了 赶紧给我滚出来 欺负到我们族人头上来了 揪下来你们的脑袋当球体 这是一群极其彪悍的老头子 比年轻的小伙子还生猛 跟百万大军杀过来一样 猛的一塌糊涂 这明显是一群野蛮人 看庄属与这里的村人相仿 但却更加奔放 一个个吹胡子瞪眼 嗷嗷怪叫 刚才还在说那个古老的部落 没有想到他们此时赶来了 一个个劈头散发 狂野无比 这让历天还有燕衣心目瞪口呆 这群老头子一个个太彪悍了 捂着大棒子怪叫 跟满谷战神一般 这群老头子大喊大叫 人哪 那帮娃娃高子呢 老子们来杀人了 都死哪去了 古村中的人全都很感动 连五叔祖 七叔祖等几个老人的眼睛也红了 坚定了要回归族内的决心 小五小七小九啊 不是我说你们 咱们族能让人欺负到这个地步吗 那帮王八高子 赶上门杀我们 纯粹是昏意外了 这事没完 就是中猪的神朝 这次也要先翻他们 对 干死他们 将他们的卵黄都要打出来 赶来的这七八个老头子 一个个狂野的 将小一辈都唬得一愣一愣的 个个无比奔放 得到消息 我们这群人火烧屁股一样杀来了 后面还有一大批人 说吧 是那群不开眼的混账做的 今天我们就赶过去杀他们个人羊马翻 一个也不留 不要说古村的人 就是叶凡 眼依稀 历天都感觉心中很暖 热血沸腾 这帮老头子虽然很野 但确实掏心掏肺 让人没有隔阂 啥呀 王八高子在哪 不要放走一个 啥呀 突然间漫山遍野 到处都是人 如一群又一群呼风唤雨 摘星卓月的大妖来了 乾坤都被动了 无数的蛮族强者 身穿兽皮衣 手持大棒 从四面八方呼啸而至 满天都是 强大的气息 让万山颤动 害人无比 见到这一幕 连叶凡都头皮发麻 这是一群远古遗存下来的蛮荒战士 聚在一起 太可怕了 那种战气 直撑云霄 绞碎 十方云朵 任何高手见到 都要心惊胆缠 蜜天头皮发炸 浑身都是鸡皮疙瘩 无比心虚 捅了捅叶凡 我说 北斗刑狱的人也太变态了吧 一个原始部落都这么强大 我还怎么混呢 还发扬光打个屁的刀统啊 还不如在紫微刑狱 老老实实待着呢 这帮人 真是一群豁祖宗啊 什么一个原始部落 远古是整片南岭 都是我蛮族的天下 若非遵祖训 后来隐居山中 我们怕谁啊 一个老人 头发乱糟糟的瞪大眼睛 他身上的肌肉 跟野龙一样凸起 煮着大棒子说道 也不知道 有多少人杀到了此地 古村的人 忍不住热泪盈眶 这就是血浓于水的亲情 回归族内 不可避免了 第117集 这么多年了 族中好不容易 出了两个拥有 满谷战血的宝贝疙瘩 全都在你们村中 早该回部落了 一个老头子 开始数落村中的五叔祖 七叔祖他们 差点喷了个狗血喷头 但是却眼神炽热的 拉住了东方蛮的手 那种爱护劲让人发毛 眼神火热 让野蛮人的弟弟 浑身不自在 一群老人问东方蛮 你哥哥呢 东方蛮小声说道 我哥哥 坤在几个月前站死了 骂个球的 谁做的 是不是刚才那群 王八钩子 给我集合人马 干他们去 我们隐属山中 同外界隔绝 于世无争 却被人欺负到这等地步了吗 做死他们 干他妈的 一群老头子当时就急了 舞动着大棒子 都快将天给捅破了 都多少代了 好不容易除了两个拥有蛮谷战血的宝贝孩子 这么稀罕的体质 居然死了一个 我赶他们的祖宗 彪汉 狂野 霸气 奔放 这群老头子 一个个真的跟满谷战神转世一样 嗷嗷的大叫着 古村的人 原本与原始部落有隔阂 但是在这一刻 全都随风而散了 将要重新融为一体 我们隐居太久了 与外界都彻底割断了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都不知道 愧对祖宗啊 蛮族的肃老们 一个个垂胸断足 义愤填膺 德西是北原王家所为 当即就做出决定要杀江过去 做死他们 挖地三尺 连没睁眼的小耗子都给踩死 竟敢欺负我们的族人 干立刻动手 着急劝阻好手 灭他们满门去 乱黄都给他们打没了 什么狗屁王家 什么不朽传承 全部嫌犯杀绝 立天折舌 一群猛人哪 大爷的 连我都热血沸腾了 很想跟着杀过去 这帮糟老头子太生猛了 既然各位老爷子想动手 发兵北原 我愿赴汤蹈火 杀在最前面 叶凡表态 而后他提了自己的看法 既然真想对付王家 就要准备充足 这毕竟是一个荒谷世家 出过人族大盛 传承久远 无比可怕 这位小哥说得对 要杀就杀个鸡犬不留 他们不是想血洗我族人吗 这一次 从长计议 全灭了这个王八高子族 他们虽然性格豪迈 但却并非都很鲁莽 活了这么大的年岁 许多人眼睫毛都是空的 有什么不明白呢 令一个老人挥动师傅 对 好好地谋划下 一战 干死他们全部 各位老爷子 你们的部落与世隔绝 现在正好可以从容准备 我去外界吸引他们的注意 到时候一切就绪 我们如天兵神将一样 杀进北渊 灭掉王家 小哥 你想去做什么呢 王家族主来到了南岭 在妖皇殿坐 我去杀了他 什么 这个王八头子在我们南岭 妖皇殿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 立刻召集人去活劈了他 这些人历时叫嚷了起来 根本坐不住了 区区一个王家之主而已 何须各位前辈出马 我只身前去 就足以取来他的向上首级 也凡说的斩钉截铁 铿锵有力 好 英雄出少年呢 各位老人家只管召集人马 准备进北渊 灭王家的大事吧 我去取王家之主的首级 也凡说完就走 只身前往腰黄殿 立天嗷嗷叫道 我的老子的战邪也沸腾了起来 这回终于该轮到我上场了吧 杀进北渊也有我一个 然而 现在先要跟叶小子去腰黄殿杀人 立天嗷嗷地叫着 南岭 高山城群 峻岭众多 放眼望去 茫茫一片 到处都是山 到处都是岭 沧茫大地上 几乎没有一处平原 这特殊的地是 亘古长如此 这也造就了他 多瘴气 满手出没 一琴横行的景象 南岭除妖 远胜中州 东荒其他死欲 这是世人皆知的事 古长以南腰称呼南部的修士 叶凡他们离开蛮族部落 飞行数日 在一座山上寻到一个古传颂镇 远距离跨越 进入一片人烟相对密集的地域 那妞可真睡灵啊 这一路走来 立天不断品评 见到美丽的女子就要驻足 他们刚来到有人烟的地方 就听到了不少传闻 许多人在谈论圣体再现的事 北渊王家强势来征讨一个古村落 全军覆没 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人们都在议论 不少人觉得不可思议 你们不会看错了吧 怎么可能是十二年前的圣体 他早已踏上星空古路 根本不可能出现在世上 那一战太可怕了 漫天金色血气淹没山岭 以后山河碎 我觉得真是那个人回来了 远胜当年 如果真是他 这个天下避讳大乱 将会战火连天 他不会善罢该修的 一个不确切的传闻 引发了一场悬然大波 连一些小城镇的修饰都在谈论 这让立天暗暗折舌 行了 我说小叶子 你在这颗古形的人气还真旺 离开了十二年了 人们还在谈论你 找一座名城 多深入了解一些信息 弄明白当下的情况 而后我们去邀黄殿 南岭 不可能有一马平川的原野 城池都是依山而建 甚至城中有大山 很是怪异 缺少平坦之地 黄城 是南岭一个超级大城 敢怪异这种名字的城池 肯定是重城 他不可能规则而建 碧山革岭 城墙绵延 犹如一个皇朝 看起来很是怪异 而城中还有一座矮山 犹如一只凤凰盘窝 黄城大街上车水马龙 人流往来不息 无比的繁华 叫卖声叫卖声 此起彼伏 凡人呢 修士 妖族等混杂成为了普通的现象 在这座城池 即便是见到狗头人参 背负羽翅的奇异生灵 人们也不会吃惊 因为南岭妖族太多了 刚来皇城 历天就开始四处学末 妖皇殿 距离此地不算太远了 就在一片古脉中 那是一片仙徒 让武锦修士敬畏 叶凡来此 想了解完情况就立刻赶去 击杀掉北渊王家之主 王成坤 若是成功 必将是一场大震动 虽然而今世道乱了 但一个荒谷世家的主人 如果死去 还是足以震惊天下 这老小子可真怕死 身边带了不少人 来南岭居然这么小心 他们在皇城了解到了 不少有价值的信息 王成坤去妖皇殿坐 是想拉拢大妖 与之结盟 叶凡醋梅 背后有太古族的身影 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兆头 难怪王家如此强势 有恃无恐 有一次 王家有不少人来到南岭 参加妖族一场 祭祀仪式 居传案中可能有 太古某一族的身影 叶凡眼神灵力 是神灵谷的那一族吗 不知他们少主来了没有 若是在的话一病杀了 他已经得息 东方也被子天都率人追杀 隐恨坠英雅 血染石壁 外人只听了最后一声不甘的怒吼 皇城中 人们谈论最多的还是蛮族部落的一场血战 许多人都在议论不止 王家自北原横渡到南岭 这样强势的对一个小村落出手 引发了许多人的不满 跨欲来灭族 实在是有些霸道 德西他们大败 没有一个人逃出来 人们则更是震惊 当日不少人观战 但没有一个人敢接近 被叶凡那种威势所害 只能在百里外遥望 并未见到其真容 而也正是因为如此 人们才不能确定那到底是不是他 跨越星宇 离开这个世界 注定难以再现了 可惜了 圣体终究是离去了 不然啊 尔金的境界恐怕可以横行一地了 最终人们讨论的结果是 那应该不是叶凡 而是有人故意如此来冒充 要混乱人们的视听 第一千一百一十八集 有一些大教做出推测 有人想搅乱局势 如此才让圣体又出世了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毕竟横渡星宇 那也是古之大地 以及远古大圣才有的手段 叶凡还没有那样的能力 离开就不可能回来了 除非有奇迹 但却因此 让人们意义起了叶凡昔日的一切 许多人都开探 他若还在 会有了怎样的威势呢 也许 可以通货林子 黄虚道 远古 天皇子 神残道人等一阵高下 离开了也好 这样 勉强总算是我 人族有人没有败 留下了一些尊严 身在皇城 听着人们的议论 一眼一息心中都很难平静 太古族的诸多年轻强者 真的这么可怕吗 我怎么越听越邪乎啊 有这么多狠人在 还有我立天神子 君临天下的那一天吗 不仁遇到 如何发扬光大呢 妖皇殿 一个超级古老的地方 难以考证 存在多么久远了 世人只知 他经历了极其漫长的岁月 始终不朽 他是南岭妖族心中的神圣殿堂 是敬畏与阶界神明的地方 据残缺的妖文记载 可能是一位妖族圣皇亲手著称 大山巍峨 举目耸立 老树称天 这是一片聪裕的郡岭 这片古老的山脉深处便是妖族的神圣重地 一般情况下 胆敢乱闯者 割杀勿论 没有人敢踏足一步 唯有在举行一些古老的祭祀仪式 以及有一些重大庆典时 才会开放 允许各大妖部前来 当然 人类修饰中的贵也可趁此机会 一窥他的真貌 了解这片神秘的古地 叶凡三人硬是以一大块神圆私下里换来一张勤简 进入了这片山脉中 将以贵的身份登临 山脉很静 许多巨树也不知生长了多么久的年月 比山峰还高 满树青壁 更有一条条骨藤 粗大的吓人 如囚龙一样 将山岭都给爬满了 此地不能飞行 唯有徒步登临 尤其是妖族各部 更是需要以朝圣的心态前行 书音下很凉 时节古老 一步一步前行 可感受到一种岁月的沉点与时间的积累 终于到了山脉最深处 古松相伴殿与横梗 还未接近就由一股苍茫妖气铺天盖地而来 像是从上古浩荡而至 这是一股难以言表的威势 这片宫殿并不是很广袤 但却像是高悬九重天 垂落一缕又一缕 与开天辟地之气 镇压整片大世界 叶凡一探 传说中的妖皇必是真的 不是杜撰的人物 非古之大地 不能留下这样一片电雨 到了这里 人一下子多了起来 有朝圣来的大妖 也有人族教主 但是说话的人不多 怕惊扰了这里的安宁与神圣 叶凡他们的到来 并没有引起什么波澜 这颗古星真的太大了 昔日见过他的人 并不是那么多 有妖童侍奉 将他们引向一座古雀中 往来接轨 妖族不会得罪 礼节都很到位 正宗的古殿 最为特殊 淹没于可怕的妖气中 无法得亏全貌 有上古妖皇的气息 像是有人在当中沉睡 所有人都要止步 除去妖族有数的几人外 谁也不能进去 惊人的气息 像是可以横断三千大世界 让人立刻联想到 那就是传说中的妖皇殿 为额宏伟 如传说的古天庭一般 也凡他们进入距离妖皇殿 不远的一座宫阙中 无比的雄伟与巨大 容纳上万人根本没有问题 很显然老有空间法则 一座又一座白玉桌后 盘坐着一名名强者 国品仙酿等早已摆满 殿中有很多人 各有各的位置 全都是一方大妖 更有一些年岁害人的古妖 当然也不凡人族的教主及人物 能够进入此地的修士 都是权柄滔天的人 每一个人都均临一方 胶主 肃老 妖主 可怕的散人 黄主 圣僧等 皆拥有强大的权势 许多人在谈论 有的切磋修行体会 有的人在说上古秘心 还有的人在说当下的事 叶帆他们选了一个角落坐下 没有说什么 全都在用耳朵倾听 同时寻找北原荒谷世家的祖主 王成坤 有人族教主恭维道 而今天下 南岭妖部日盛 真是可喜可贺 尤其是年轻一代 更是高手背出让人现眼 是啊 若论年轻一代第一人 恐怕非南妖莫属了 人族才是天地间的主角呀 一个又一个经验的人物出世 我妖族哪里能比呢 人族确实诸强林里 中皇镇骨硕金就不说了 是人皆知 更有一批又一批的人崛起 让人惊叹 是啊 后期的妖光圣子 那可真有傲视之资 谁人可抗 有朝一日 避讳天下无敌 还有话云飞 而今我等都要避退了 吞天魔宫修成 再也没有人敢惹了 让人无奈而叹 是啊 这样的人可以罗列出一些 修成渡劫仙取的夏九幽 东荒的神王体姬浩月 还有那神秘的先天道台女子 太古族也很可怕呀 黄虚道 远古 神残道人等 真是让我背都要惊悚 就在这时有人开口 王兄 你而北地破而厚利 当应该有万顶天下第一的资格了吧 所有人都望向了一个黑发中年人 他碾虚道 我而破而厚利 的确可以傲视人间 但却充满了遗憾 想杀那圣体而无门 只恨他逃离了这个世界 我儿是王腾 昔日呢 庞伯音这句话特意取笑过 转瞬十几年过去了 故人不在 却听到了他们的噩耗 此时 叶凡再次见到王家祖主 又闻此言心中冷笑不已 王兄养了个好儿子呀 既得乱古大帝的传承 又或许空无上秘诀 千古仅见 从未闻 有一人身兼两种无缺经文 他日正道可气呀 王成坤听到这样的恭伟 自然满脸笑容 他最自傲的就是其长子 年纪轻轻 一生修为就傲视人间 且拥有寒式大气欲 当年 他竞争祖主之位时 没有一点优势 一切只因其子 幼时就头脚争容 最终族内的老祖选了他 说起来 圣体的离去 却是一种遗憾 王家的贤侄 不会留下什么执念吧 如果因此而无法正道 那就让人遗憾了 可惜呀 他逃离了这个世界 不然 必会血剑我而战袍 伸手异处 世人皆知 王腾贤之天总之资 老古临金 老朽等 全部要避退了 当今天下属于他们了 当年一战 王腾败王 并非实力不济 这些众人都知道 此时当着王家的面 没人说不愉快的 都说了一些奉承的话 这老小子脸皮可真厚啊 真当他儿子是未来大帝了 败过就是败过 有什么可粉饰的 历天不屑了 叶凡没有说什么 这是妖族的神圣众地 不可能再次动手 不然 将南领众多妖部 就全部都得罪了 第1119集 王成坤的脸上 看不出来什么 但是毛子中 却有些阴影 被萧小之被害了一些族人 不足为虑 他是我族会荡平那片山岭 让他寸草不生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有江湖的地方就有恩怨情仇 人生在世不可避免 众多大老中自然也有与王家不对付的 有人暗中调侃 听完圣体又出事了 山岭中一战都是他一人所为 指手灭了王族所有人 不知是真是假呀 虽然没有太过分的讽刺 但却也很扎耳 王成坤脸色顿时一致 我族倒是期盼那个姓叶的归来呢 杀他之身 娶他剩血炼药 可惜这个懦夫逃走了 深山一战 不过是有人冒充他而已 交乱局势 用心嫌恶 历天碰了叶凡一下 这老小子还真不是个东西 连皮厚的野猪都啃不动 不管怎样说 昔日是他儿子败了 怎么老是诋毁你呢 古雀中来了不少修士 大多都是妖族各部巨头 也有不少人族教主 对蛮族部落一战各有看法 说什么的都有 但大多都不认为叶凡能回来 此地除去各方大佬外 还有他们的后人 全都是最惊艳的传承者 不然根本无法踏足此地 这些年轻的俊艳 与美丽的女子被带进来 一是为了增长见识 二也是有互相较量的意味 历天口水差点流出来 古东向自己口中灌了一大杯美酒 我看到了什么 一个颠倒众生的妖女 美丽的让人窒息 真怀疑是一亲五的姐妹 怎么能这么漂亮呢 年轻一代的男女也在热论 谈法论道互相切磋 更有对立者案子较劲 而当中有一个女子 格外的惹人众目 如海中神珠璀璨多目 是其祸水 多年过去了 男妖的妹妹越发明眼动人 肌肤雪白吹弹欲破 无法如绸缎一样光亮 婀娜动人就在不远处 其祸水对这种目光很敏感 回过头来狠狠地瞪了一眼 立天 但是紧接着又呆住了 手中的玉杯差点坠落在地上 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个消失十二年的人又出现了 他历史想到了传闻 满足野岭的圣体 并非假冒 而是真的 其祸水知道圣体回来了 今日必有大乱 叶凡敢出现在此 肯定不会善了 这绝对是为了杀人而来的 这样霍国殃民级的美女 短暂的诗神 有一种别样的动人风情 让许多人发呆 可以看得出 王成坤对叶凡恨之入骨 但凡谈到他或采或逢 仿佛都抵不上其子一个脚趾头 这老小子 当年他儿子败给你是事实 极尽粉饰与遮掩也就罢了 还有什么好显摆的 一会儿离开妖黄殿 决一死战 李天说道 自始至终 一夜凡都没有说一句话 稳如台山 不久后他更是起身 离开了这座古雀 走了出去 因为李天走了过去 挑衅王族很是张扬 抱了自己是人欲道教主的号 想来离开妖黄殿后 王家的人肯定要截杀 叶凡沿着青石古路 一步一步的走出了深山 没有人能在此飞行 他沿途赏景 让许多妖族子弟惊异 他与天地相融 与山川合一 每一步落下都很有韵律 有一种亘古不变的倒在流转 说不出的超妥 叶凡立身在山外 遥望远方 很久都没有动一下 连飞鸟都将他当成了一节藤木 落在了其尖头 彭日偏西 一声钟鸣传来 有众多修士陆续下山 见到他是并未在意 过了一段时间 北渊王家出现 这些人各个法力身后全都是大能 一字并开 竟然足足有八人准备再次截杀利天 所有人都驻族 全都心惊 北渊王家果然可怕 算上死在蛮族部落的七位大能 共有十五尊大人物来到了南陵 一个家族能出动几尊大能呢 他们一下子来了这么多 实在有点不符合常理 当中 有几个是太古神灵伪装 有古妖与人族教主修成的天眼通 窥透了其中的隐秘 这样说道 王家的人早已不耐 想早点解决掉利天 但是没有想到 这个王八蛋 见到青城家里以后 走不动道了 根本就没出来 让他们等得上火 突然 王成坤等人一惊 感受到了一股毫不掩饰的杀机 前方一个披头散发的年轻人 正在一步一步走来 竟然与天地脉动合一 逼向他们所有人 你是谁 要做什么 王家一位元老喝道 杀你们的人 叶凡黑发并不凌乱 但却挡住了半边脸 且有一层雾气在缭绕 此时他的声音冷漠无情 王成坤神色很冷 那个大势力想对我王家出手 他扫向人群中觉得有些不对劲 叶凡一步一步逼来 没有大势力 我一个人杀你们所有人 一个人杀我们所有人 王家的人想大笑却笑不出来 只觉得身上有些冷 在场的人全都惊住了 这个人是谁 敢只身堵在妖皇殿外 杀北原荒谷世家的八位大能 这得要多么大的胆破与实力呢 王成坤脸色阴沉 哪来的无知小儿 敢在此大放倔词 旁边的几位元老一冷笑 当场就出手了 极尽羞辱 一巴掌扇向叶凡的脸颊 叶凡一声冷哼 伸展右臂 金色大手迎了上去 将那个巴掌当场拍得四分五裂 那个元老撕心裂肺 一声惨叫 但下一刻 他的声音戛然而止 金色的大手太快了 划出了道的轨迹 根本必无可避 删在了他的脸上 整张脸当时就碎了 跟瓷器碎片一样飞了出去 金色的大手划成的巴掌 打得这个耳朵无比响亮 这名元老脸孔扭曲的不成样子了 整颗头颅都出现了裂纹 而后天灵盖 砰的一声被掀开 飞了出去 噗的一声 一声奇怪清响 他的头颅跟破葫芦一样烂掉了 当场死于非命 在场人全都变了颜色 这可是一位大能啊 辱人不成 被眼前这个年轻人 一个耳光给扇死了 耸人听闻 远处 齐货水一直在关注 见到这一幕小嘴张成了O型 在他旁边 男腰出现了 某种有山川流动 有鼓跃沉嘴 越发的躬身力厚了 一顺不顺的盯着 你 你是谁 王成坤震惊了 这样的修为太吓人了 一位元老就这样给人拍死了 我是谁 你一直念念不忘 今天我回来了 特意在此杀你 是你 王成坤当即变了颜色 身体一颤 委员王家其他人快速的挡在前方 将王成坤护在了后面 一个个如临大敌 如果族主被杀 那可真是在狠抽一族的耳光 我想杀人 你就是躲到灵霄宝殿去也没用 也凡上前 黑发乱舞 一个人逼得其未大能倒退 这种场面惊得所有人都呆住了 许多人都在这样问 他到底是谁 这片地狱的人们全都在发毛 一些人震惊 难道 真的是他回来了 这怎么可能呢 他又回来了 如何做到他 不少人惊得倒退 叶帆出手了 浑身绽放金色的血气 淹没了此地 今天先斩了王腾的老子 下次去北园 直接杀他 第1120几 轰的一声 滔天神威爆发 如一尊太古妖神复活 在显人世间 叶帆一拳就轰了出去 没有什么隐藏实力 上来就是六道轮回拳 挡在最前面的两人 虽然奋力出手 但是却根本挡不住 这如汪洋一样的拳力 一对金色的拳头 锁相披靡 当场将两人打得崩碎 血泥碎骨 毛发飞向四面八方 是圣铁 真的是他 他真的回来了 我见过 太不可思议了 所有人都震惊 早已消失十二年 离开这个世界的圣体 居然在线 人世间又出现了 叶帆一声大吼 如九天混沌雷降势 无尽山脉崩塌 前方几名大能 全都大口渴血 浑身军裂 登登登的倒退 碰了一声 叶帆探出一只金色的大手 一把将王成坤给抓住了 将其倒提了起来 这个场面震撼了所有人 众人简直不敢相信 这可是一位大能啊 圣体真的太强大了 一个元老浑身生出鳞片 放开他 你可知道我等是谁 来自哪里 不就是一个太古生灵吗 滚 叶帆轻密的一声冷笑 一巴掌拍了下去 当场将其打得骨断金蛇 摇晃点 隐于深山中 那里有一种横断三千界的力量 妖气迷蒙神秘无比 一条幽静的青石小径 通向这片骨脉深处 老木参天与山岳比高 聚腾每一条粗打几丈 爬满山岭 山外 叶帆之身一人力压群雄 面对北渊王家八位大能 他强势出击 镇住了所有人 他跟另一只死鳄斑 倒提着王成坤 每前进一步 前方的大人物们 就会倒退三步 这个场面让人震撼 八位大能啊 这是何等惊人的一组战力 却被一个人所射 节节倒退 如一群绵羊 在面对一头虎王 王成坤是呃呃呃的低吼 他身为一族之主 被人这样跟拖丝狗一样拽着 这是一种想让他肺都要炸了的大尺 啪的一声 叶帆抬手就是一个大耳光 扇得他牙齿飞落 嘴角堂血 并没有立刻取他性命 不然这一下足以让他的头颅变成一个烂西瓜 此外 众人都正正出身 浑身发凉 这可是北原荒谷世家的族主啊 被人提起来扇耳光 这跟天方夜谭有什么区别 即便汪成坤修为不济 只是一个普通的大能 但身份摆在了那里 不朽世家的一族之主 首掌大权 雄士北原 富汗天下 身份尊贵到极致 根本就是不可侵犯的 他代表了一个荒谷世家 这样被人抽了一记耳光 等于在打这一族所有人的脸 这是在辱一个不朽的家族 王成坤当时就懵了 而后如野兽一样怒吼 竭尽所能 想要毁掉眼前这个 让他记恨了十几年的年轻人 然而面对这一切 叶凡只是以一个耳光来回应 结结实实的扇在他的脸上 又有牙齿脱落 王成坤差点疯掉 这是奇耻大辱 他知道完了 即便他能活下来 也不可能再做一族之主了 啪的一声 叶凡又是一记耳光 让其嘶吼声戛然而止 给堵了回去 如一尊魔神一样 立身那里无比的霸气 众人发呆 多少年未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一个不朽传承的主人 被人拎着抽嘴巴 感觉不真实 昔日 除非攻破一个圣地 在他们覆灭时 才或许有可能 那是遗恨千古的大尺 我没有看错吧 是是是是是是身体回来了 再抽北渊王家之主的耳光 是他吗 脸上有雾气缭绕 连天眼通都无法看透 不过金色的血气 当时他无疑呀 真的是他 消失十二年的那个人又出现了 一人镇压北渊王家八位大能 周围 人们全都发毛雨震撼 眼前所见太具有冲击力了 其货水 肤如宁之美玉 小嘴红润 睫毛很长 眼中震惊 他没有想到再次相见 叶凡的战力这么可怕了 旁边 南腰黑发披散 神色郑重 在静静的观战 毛子中深邃无比 有星月星辰在引现 南领的大腰 人族的教主 还有他们带来的传承者 此时此计 全都心许波澜起伏 难以平静 经于叶凡的战力 想知道他是怎么回来的 叶凡倒提着王成坤 大步向前逼近 剩余的四位元老 全都面色难看 一个个浑身琵琶作响 脱落一层人皮 生出森燃林甲 这四人都是太古生物 没有一个是人类 这样来到南领腰黄殿 显然别有用心 只让腰族各部的巨头 脸色都有些冷 一个满头紫发 头上伸出鹿角的古生物 浑身青色鳞片闪烁 开口说道 我等并不是北渊王家的人 不都是一样吗 刚才你们不是阻止我出手吗 叶凡根本就没有停留 依然在向前走 浑身金色血气澎湃 向前压去 碰的一声 这名太古生物遭受了重压 浑身如遭雷击 出现了一道道血纹 在他的前方 压有千万菌之种 根本挡不住 这名古生物大贺 住手 你可知道我们来自哪里 有什么身份 砰的一声 叶凡向前迈步 一只手挥出 拍在他的脸上 顿时让其少了半张面孔 跟血葫芦一样 歪扭的不成样子 整个人横飞了出去 另一名太古生物大声呵斥 你想与我族为敌吗 我们来自神灵谷 是万族中的一大王族 号令太古 莫敢不从 你 这不是太古 想号令天下的话 我送你回去 叶凡一步迈出 一声轻齿 在其口中冲出一道黄金血气 震得前方的太古生物残叫 以各种古堡阻挡 全都粉碎 他扬天喷血 倒飞了出去 摔倒在尘埃中 第三名太古生物叫道 你不知死活 太古各族皆将出世 使食物者都会做出明智选择 而你却选择与我们为敌 我看是你不知死活 也凡体外形成黄金圣玉 万法都不沾身 从容向前迈步 前方的攻击全都无效 他一巴掌拍了下去 哭的一声 这名太古生灵只来得及 发出一声惨叫 就被这一巴掌抽飞了起来 而后爆碎在半空中 成为一片碎骨与血泥 远处 所有观战的人都屏住了呼吸 这可是强大的太古生物 说杀了就杀了 根本就没有一丝的吞泥带水 让人们心中震撼 如今 太古各族相继复苏 将会有一个无比可怕的乱世到来 天下各大势力都在谋求自保 生怕被卷入黑暗动乱中 不愿得罪古生灵 尤其是那些王族 而叶凡却昏速不济 当场割杀 即便是神灵谷出来的人 根本就无所谓 剩余的三名太古生物心惊肉跳 行走人世间后 还没有一名族人敢这样 不把他们当一回事呢 这位跟杀鸡宰鸭子一样 说杀就杀呀 我神灵谷 凭你们还不配与我多说 叶凡打断他们的话 而会向前逼去 黄金圣玉一出 任三股生物怎么攻击都无用 你要明白 贤责于我族为敌的后果 此时呢 他们明显色力内忍了 你们族 我会去杀紫田都的 在神灵谷少主 帅人逼得东方野攀上坠婴牙 血染石壁后 叶凡就早已发誓 要亲手毕掉紫田都 你想杀我族小主人 当我神灵谷是什么地方了 当年雄狮天下 谁敢不从 你 杀我 你 我 你 你